七十岁寡妇怀胎十年终于产子 没想到生下的却是一个穿越而来的废物 这个世界三千体制 她偏偏继承了最无用的荒谷圣体 天将家所预示着男孩一生将无法修炼成仙 这废柴刘开局即便是她拥有前世的神志也无可耐用 幸好爷爷是个厚道人并没有抛弃她 想着就算是个废物以君家在仙玉的地位 让孩子过个衣食无忧的日子也不难 恭喜宿主获得千道系统 检测到千道点天地宫是否立刻进行千道 特喵的果然所有穿越的人都会有个戏的金手指 索性就给这老头一个惊喜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八星稀有奖励大成荒谷圣体一句 话音刚落只见天地震战意向频发 伴着一道道枷锁被震碎的声音传出 虚无忠一个个身影竟直接对着孩儿开始跪拜 圣体意向万圣朝拜 我孙儿竟然打破了禁止出现大帝之子 而就在爷爷为他请明君逍遥之时 因为君家在仙玉内的仇家并不是 为了保险起见爷爷刚想将君逍遥的圣体拨动封印子 不曾想这一举动竟直接将闭关修炼的十八辈子中从棺材里起了 我君家后人何时做事需要遮掩 把话放出去如果有人敢给逍遥不利 老朽不介意出山杀他的天翻地覆 霸气宣言之后老祖更是宣布日后君家所有资源都要向这个孩子倾斜 并破格赋予了君逍遥零号序列 听到这里爷爷显然已经坐不住了 君是一族有万人之多 这其中只有区区十个可以被老祖赋予序列的族人 拥有序列则代表着可以拥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 而只有一人可以凌驾在这十个特殊存在之上 那就是历任家主独有的序列零号 签到地点以刷新 请宿主前往太岳谷被签到 然而英君逍遥还是强保状态 所以这任务一等就是三年 这天已经年满三岁的君逍遥正听着爷爷教诲 修行只有跨过了最初的肉身进五虫神藏进五虫 才有资格步入真正的强者行列 可听着爷爷说以自己的体制要用两三年才可以跨过这门槛 君逍遥却不以为然并表示自己好像随时都能突 随即在爷爷的授意下他便立刻开始运功 不曾想境界的提升让他根本听不下来 直到正是步入神藏进这才作罢 亲眼目睹孙子堪称妖孽的表现后 爷爷差点高兴地归系 兴奋之余便提出要给君逍遥一个奖励随便提 而逍遥的要求便是参观三年前系统给他的任务太岳补杯 与此同时作为家族检测肉身强度的太岳补杯前正热闹非凡 原来是分家述出的君灵龙要准备进行测试 一涨下去波纹扩散 15万斤的数额便映入了众人的眼睛 就当人们惊讶其天赋时一道嘲笑声突然传作 君灵龙你号称七窍玲珑新将来必定成胜 比起上次测试竟只涨了三万斤气力丢不丢人 可因为蓝青牙乃是第十序列军杖剑的追随者 君灵龙也没想理会他转身正要离开 听说你拒绝了仗剑公子的邀请 这时面对始终不言一语的君灵龙蓝青牙眼目 可就在二人即将爆发一战时 却被一个不知何时出现在俩人面前的小孩打断 恭喜宿主到达千道地泰岳补杯千道成功 获得六星奖励神像镇预计 两个三十岁姐姐竟给一个三岁孩子当重下 可出入职场的孩子却一脸懵逼 他到这里本来只想签到获得系统奖励 不曾想却恰巧打断了正在上演两个母老虎相争的好戏 小鬼你谁啊 知不知道这是哪里就敢乱吵 这吵闹的声音顿时让孩童极为不爽 你问我是谁 天地公君逍遥有意见吗 此话一出瞬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甚至连刚刚还极为嚣张的蓝青牙都被按着脑袋 会下向着君逍遥请安问罪 而直到这一刻中人才算真正目睹了曾轰动君家的神子真人 可君逍遥显然不是来这里作威作品的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太阅骨碑签到顺便测试一下肉身强度 只见君逍遥运行内力间周身气压开始涌动 那极端恐怖的压强甚至连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无法呼吸 随着他那精致小巧的小手向后续 利用刚刚系统加持的奖励对着骨碑就是一拳 而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一拳 竟让存在千年的太阅骨碑瞬裂混毁盖 见此情形内心震动最大的莫属逍遥爷爷本身 因为他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孙儿才刚刚突破神藏镜 就立即触碰到了林海静的门槛 真不知道这孩子的上限到底在哪 随即看着因打破骨碑自责的君逍遥 爷爷真是又气又爱 内心早就把珍宝太阅骨碑的损坏抛到了脑后 只想着抓紧回去给孙子讲解不如林海静的法门 就要离开时其中一个被逍遥认定母老虎的女孩 突然拦住了爷孙儿去 而面对爷爷极强的威压 女孩虽然显得难以承受 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弟子君玲珑怨奉神子为主 请允许我成为神子的侍从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在场所有人惊叹震动 因为就在不久前身为第十序列的君杖剑 曾对他亲自抛出橄榄枝却遭到了拒绝 如今竟主动想上位 这不就是在打仗剑公子的脸吗 这时似乎看出了孙儿的不解爷爷也开始为他解误 因为君玲珑乃是分家之人修炼资源少的可怜 所以要想往上爬就必须和主家攀上关系 而相比于已经追随君杖剑的蓝青亚 君逍遥明显对君玲珑的好感更少 至此这对比例极为不协调的主仆二人组便诞生了 而受了委屈的蓝青亚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所以在送别爷孙俩之后 他便紧忙来到了君杖剑闭关之所 那个教君逍遥的小鬼打破了太阅古碑成就万物极尽 就连君玲珑也选择了追随他 话音刚落只见一股迅猛气息瞬间飙升 下一秒一道俊俏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 晚副少爷听闻侍女受欺负本想替他主事公道 可听完过程后竟直接带着侍女赴金请罪 只因他招惹的不是别人 正是君家嫡系子孙被奉为奇才的神子君逍遥 而此刻君逍遥正接受着爷爷的审论 没看出来你小子年纪不大还挺会撩妹啊 有了小姐姐就不要爷爷了 见此情形逍遥紧忙开始用上那百事不爽的撒娇攻势 不料却罕见地被爷爷一把推开 我问你刚刚攻击太阅古碑的招式你是在哪里学到的 而君逍遥自然不能告诉爷爷自己是通过系统金手指奖励获取 所以只能谎称是偶然获得的机缘 由于君逍遥今年才三岁 故此爷爷根本没想到他会撒谎 此时作罢爷爷还通知了逍遥在他十岁时君家会为他办一场生日宴 到那时不管是仙玉还有众多世家大族都会来临捧场 并且当天君家会宣布君逍遥零号序列的身份 属于你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恭喜宿主已触发新的签到地点 请在十岁宴上完成签到 这特喵的系统是真牛逼 一杆子整到了七年后我还怎么靠牵到修炼了 这时君灵龙突然出现在其身后 表示君杖剑公子正在外囚界 这下也让专心研究系统的逍遥下了一顶 然而面对君灵龙是你让我把这里当家的理由 君逍遥却显得无言以不 所以只能告诫他以后记得敲门顺便问了下君杖剑是谁 她是蓝青雅追随的公子 与您同族算是您的族兄 那么请问蓝青雅又是哪位 她就是刚刚被你教训的那个女孩 听到这里君逍遥本以为来者不善 却没想到出门准备迎战时 发现君杖剑竟把蓝青雅绑了起来要负金请罪 可穿越而来的君逍遥思想早已远超三岁小孩 所以马上便看出了她不是来告罪分明 是来给自己下马威的 族兄你是打算一直让她跪在那里 面对君逍遥的提问君杖剑本想告知 只要获得神子的亮剑就会放到蓝青雅 不料君逍遥竟直接选择戳破窗户纸 我这人有个特点从不计个业重 别人惹我我都会当场打回去 所以你也不用打着向我赔罪的幌子 来满足你那特殊的癖好 此话一出顿时气的君杖剑牙齿痒痒 既然这样那就没必要留着这蠢祸 话音刚落指剑在其手中瞬间射出一股灵力气息 而她的目标竟然直指蓝青雅的面目 紧接着伴随一道爆炸声团出 带到烟雾散局 所幸君玲龙及时出手这才救了蓝青雅一命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仗剑公子 这时还想出手的君杖剑突然被逍遥出言致止 族兄真是好大的火气啊 在天地宫直接动手族兄是在强行我们 此话一出顿时让君杖剑冷汗直流 误会误会 足弟贵为君家神子我又岂敢冒犯 然而还没等他的话说完 公逍遥便瞬间将桌子掀了起来 右腿蓄力尖 直接对着君杖剑就是一脚 这突然的暴怒令君杖剑也懵逼了 但让他更为震惊的是君逍遥的力量 竟如此恐怖无私 族兄我没骗你吧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就会当场打回去 今天天气不错不如咱俩就在此切磋切磋 而面对如此嚣张的太祖想来 就算是忍者神归此刻也忍不了 随即只见君杖剑直接拿出了一块 名为天元至尊的令牌作为毒 表示如果输了他闺女 如果赢了足弟只需要道歉即可 这时听着君玲龙的传音君逍遥才得知 传说此令牌乃是可以开启上古大脑密藏的东西 随后君逍遥竟突然邪笑起来 族兄大气 逍遥在此谢过 这特喵的能是个三岁小孩发出的声音吗 好像一个家族公认的天才少女 竟被一个三岁小孩处处压制 但在场的所有人却没打到意外 只因那三岁小孩正是家族嫡系中的嫡系 出生就惊动祖先破格列为下任君家家主的神子君逍遥 此刻与其对战的君杖剑也明白必须全力以赴 这也仅是第一招便用上了绝学紫皇剑决 不曾想君逍遥只是随手一挥 剑与首分离剑 君杖剑自以为最强的一击竟如此便被轻易化解 怎么说呢 总感觉族兄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弱难 话音刚落伴着君逍遥轻描淡洗的意见 下一秒身体与强力碰撞产生的爆炸声便瞬间破散开 烟雾消散间一颗大门牙突然出现在众人眼睹 而他的主人正是刚刚还极为嚣张 现在却被一脚叫做人的君家第十序列君杖剑本尊 作为补助的元天至尊令君逍遥自然也没客气 谢谢族兄的慷慨解囊这战利品我就收下了呀 检测到关键道具 新的签到地点以刷新 请在天元至尊力藏完成签到 没想到随便比个事还有意外收获 这时一旁的君灵龙还在一边为蓝青雅包扎伤口一边安慰他 你整天挂在嘴边的杖剑公子却是你卢草剑 良情责目而欺劝你不要再被他骗了 然而刚刚遭受到主人抛弃又差点没命的蓝青雅显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你们三个姓君的我将来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说完便流着泪转身离开了现场 我说姐妹你可真会说话呀 怪不得人家讨厌你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那你以后在外面因为嘴欠被人打了可别来找我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君灵龙开始自我怀疑 我有那么差吗 画面一转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七年后 而今年正是君家卫军逍遥举办十岁生日宴的年头 此刻大街小巷正洋溢着欢声笑容 这就是君家神导吗 好热闹啊 如果再能遇到可爱的小伙伴就更好了 神子十岁受艳乱踪嘲讽 可主角竟在当天跑了只留下了一行字 闭关太无聊了我出去玩了 三年来君家为了能让君逍遥获得更好的提升 以至于他闭关修炼每天的食物全都是灵丹妙药 此刻他虽然只是吃了一口普通的苹果 但相比于那些苦了八计的丹药苹果的美味怎知让他流连忘返 回味间才发现旁边近多出个人来 话说你怎么在这里 我是奉家主之命前来捉拿某位撬官的神子回宫的 这肯定的回答顿时惹的君逍遥尴尬一笑 随即在略显作作的转头间 下一秒直接施展全力向着远处逃去 而就在主仆二人你追我赶时 一道求救生突然让君逍遥停下了脚步 定睛一看原来是位漂亮小姑娘正在发难 明明是你先弄伤小灰灰的你嚎叫什么 这时随着看热闹的人数越来越多 其中一个老翁本想着用钱补偿来稀释宁如 却没想到此话一出更是惹的小女孩火帽三丈 你们竟把我当成了讹人的三叫九罗 她弄断了小灰灰的一条腿 我也打断她一条就够了 此时目睹事情全部经过的君逍遥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敢在我君家的领土上撒野胆子够肥啊 随即只见逍遥突然拿出了一颗吃剩的骨骨 根本没犹豫直接对着小女孩扔去 但小女孩显然也不是吃素 谁竟敢偷袭本小姐 可虽然女孩挡住了攻击 但手里刚被截获的暗气湿漉漉的触感 让她不禁感到一阵恶心 哪里来的丑八怪敢管本小姐的闲事 你知道我是谁吗 然而面对女孩的质问君逍遥却根本没放在心上 而且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女孩争宠 如此无理的回答也彻底让女孩爆发了小宇宙 蓄力间 一个剑步便已到达君逍遥的身旁 但她发出的羞怒一击却也被君逍遥低头轻松堵 而通过攻击的力道君逍遥也明白了 女孩并没有动用权力 应该没想伤她只是想出口气 别逃啊丑八怪 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你都抓不到我还和我打什么呀 可看着面前这一对欢喜冤家 站在高处的君灵龙却没办法欢喜起来 因为她看到了女孩胸前的标志明显是青州江家独有 如果再让俩人持续地闹下去 一旦出事了对两家都不好 但内心中看戏的分量却还是压过了理智 所幸就不管了看看二位爵士神童到底孰强孰弱 当女孩大白天追个人追了十公里 没想到男孩只想逗她玩 所以在失去耐心后 仅是一个照面 男孩便彻底消失在了女孩的视野中 此时君家天地宫内君逍遥十岁宴正在进行中 首先步入会场的便是青州江家 那丰厚的礼品单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 此次江家派遣之人乃是身怀先天倒胎的神女江圣一 以及江家的掌上明珠拥有圆灵道体的江洛梨 而看着一直嘟嘴不开心的江洛梨 众人本以为是因为她与君逍遥的娃娃精造成 直到姐姐江圣一说话这才恍然大悟 碰到钉子了吧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跑 要是让我逮到那丑八怪 我非得削她一顿不可 这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姐妹俩的队伍 洛梨好久不见近日可好 抱歉 您是哪位 在夏荒谷叶家叶星云 之前在落月秘境我们 话到一半没想到江洛梨只留下再见 直接选择忽略向前走去 然而就在姐姐出言责怪洛梨没有礼貌时 叶星云竟然不怒返校 洛梨就连黑脸都如此可爱 我该如何自白 画面一转大厅瞬间肃静 诸位千里迢迢来参加我孙儿的十岁燕老夫在此谢过 话音刚落逍遥爷爷明显察觉到了几道不友善的目光 军家第十序列军仗简 第七序列军雪皇 第五序列军万简 以及目光一直停留在某处的叶家叶星云 和天然蒙媚江家江洛梨 这时就在众人起哄要一堵宴会主角军家神子军逍遥时 爷爷尴尬地本想出言解释 随着房顶被突然乍传 一道嘻哈声便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在下军逍遥感谢各位光临我的十岁燕 我这装逼的方式大家可否接受啊 百岁老头为孙子举办十岁生日宴 竟把一个十一岁女孩作为礼物送给孙子当未婚妻 但爷爷却想不到两人已经有过一面之缘 其实在军逍遥出来后江洛梨便已有所察觉 因为除了脸以外无论是衣着打扮 还是身高都和那人几乎一模一样 而作为主角的军逍遥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 所以在面对江洛梨大庭广众的询问身份 不想宴会被搞砸他也只能选择否认 并且为了掩饰还给自己加了一段戏 而看着军逍遥英俊的面孔 一时间江洛梨竟也相信了他的话 同时还露出一副花痴嘴 见此情形爷爷惊讶之于 突然对着军逍遥屁股就是一掌 你小子可以啊 还没等我介绍你就勾搭上你 这就是江家的掌上明珠洛梨姑娘 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娃娃 亲本尊你的未婚妻事业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两人同时惊叫出声 此刻军逍遥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都贵为神子 却还逃不过被包办婚姻的下场 紧接着他便突发奇想 如果能想办法让女孩讨厌自己就可以毁婚了 这时只见江洛梨玉手伸进了袖子中 下一秒竟拿出了一颗灵丹交到军逍遥手里 这是不老全知水炼制的灵丹快吃吧 答应我保持现在这张脸不要长大 不然就不可爱了 这一系列爱恼的话不禁让军逍遥感到一阵尴尬 随即更是下了决心定要把这桩婚事推掉 而在人群中搜索了一下后 目光很快便锁定在了军玲珑身上 小手倾台间便开始了手语传音 你赶紧跳出来 就说我们已经私定终生 事成之后价格随你开 然而即便是军玲珑惊 平时一毛不拔的神子竟然出了高价 但他还是选择了果断拒绝 我还想活着离开这里那你别闹 而就在军逍遥懊恼间 大厅内的众人已经开始为两人庆核 就在这时随着一道拍桌子声出现救星来了 我不同意这门轻视 这特喵的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男孩未追女孩大闹订婚宴 不料准新郎却乐在其中 因为新郎官也不想被包办婚姻 所以面对男孩的挑战准新郎恨不得马上落败才好 随后军家神子和叶家少爷的对战很快便被传开 唯独一人泰然自若旁若无人 听说你此次特意出关就是为了来参加神子的十岁宴 毕竟是三岁就将你击败的人我也是很好奇的 这嘲讽的回答顿时惹的军杖见面色一黑 但相比于军雪皇他更在意的还是眼前这位 因为他完全没搞懂这个武学怪痴为什么也会到此 画面一转在宴会楼外的操场上 还没等裁判宣布完比式规则 挑战者叶星云便已摆好架势 听到开始的一刹那身形如弦一般便摄了 速度之快让军逍遥也为之一进 就连一旁观战的众人都在夸赞叶家的星辰王体果然名不虚实 但不曾想军逍遥竟然选择正面硬钢 并且仅是一击便巧妙化解了叶星云左手的攻势 而后伴着叶星云又全再自行 又是向身旁一闪遍躲开了攻击 随后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攻守转换 双方这才彼此作罢分散了开 而此刻最为震惊的莫属于叶星云本 因为他知道在外人看来军逍遥一直处于下风被迫躲避攻击 但实际上则是自己根本碰不到军逍遥 可心爱之人就在身旁观战怎能就此作罢 紧接着他便咬了咬牙 刹那间伴随着一缕铝色气燕自体内生疼而住 一道古老印记在额头上缓满浮现 下一秒星辰真身四个字便被叶星云吼不出来 这绚丽的一幕不禁让军逍遥感叹爱情的力量还真是伟败 可叶星云的攻击却根本没打算给他时间畅显 在巨大的撕扯令下军逍遥这感后之后 卧槽好像玩大了 男孩为了争夺配偶权对情敌使出致命一击 炽热的火焰几乎将敌人全部楼上 可情敌却不慌不忙还露出诡异笑容 只因这一切都早已在他的掌握之中 而自军逍遥体内散发出的金色灵气 不禁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但因为荒谷圣体从上古时期就已变成鸡肋 以至于大家都误认为 军逍遥能做到如此已经是穷不默论 我不其然在双方正面对空间 伴随着咔嚓一声闷响 最终结果还是以军逍遥不敌 叶星云惨败告终 眼看着军逍遥从高空坠落 但作为师数者本人的叶星云 此刻却一脸问候 就连裁探看到军逍遥口吐鲜血的凄惨模样 都忍不住吐槽 他不至于对一个十岁小孩下如此狠手 然而此时可能只有叶星云知道 自己有多个人 因为就在刚刚双方对空间 军逍遥竟然还有时间对着他抛媚眼 而就在他感到不解释 没想到军逍遥竟突然收令 因此才造成了被击败的假象 最气人的是此刻军逍遥还在演 请不要责怪叶公子 他实力抄群我真的甘拜下风 逍遥自质愚钝不敢耽误江小姐前程 所以这婚约还是解除了吧 此话一出有心之人立刻便猜出了用意 可女主角江洛黎却不想如他所愿 没关系逍遥哥哥 就算荒谷圣体是鸡肋 我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就在这时一道嘲讽声 突然自不远处传来 这就是所谓的上谷最强体质 连小小萤火虫都打不过 也配号称人族圣体 这来历不明的几人 顿时惹的军逍遥为之一了 但爷爷却认出了 他们乃是太古龙族之人 这时只见蓝青亚突然被一把抓住 直接对着地面大力砸去 本大爷可是听你说 有突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才去尊到此 既然情报是假的 你也可以去死 这还到底有多简 背叛家族泄露机密 只为找到帮手血洗服门 不料帮手到场后就翻脸不认人 就要将他斩杀时 还多亏家族出手救回一命 不曾想帮手 仅是三言两语 女孩竟又立马当了舔狗 甘心成了帮手的女 而事情的起因 还要追溯到三个月前 此时身为军家敌对势力的 祖龙朝政一片祥和之气 恭喜龙子大人成功融合龙园 而面对恭维主角龙浩天 却不以为然 表示他大哥早已融合三枚龙园 自己迟早有一天定要超过他 这时一道嘲讽声 突然打断了众人的聊天 只是融合了一枚龙园 就沾沾自喜 殊不知隔壁军家 已经出了个万圣朝拜的神子 真是可笑 话音当落女孩 便被抓来扔在了地上 而来人正是 因嫉恨族人叛离军家的蓝清雅 看着龙浩天那张兴奋嫉妒的脸 蓝清雅庆幸她还真是找对了人 画面回到军家天地宫大殿前 看着那张极度嚣张的脸 君逍遥显然也不愿在伴猪吃虎 我说哥们在我们老军家的地盘 打我们弟子 你几个意思啊 而此刻最难受的 莫过于蓝清雅的前任主人君仗姐 这叛徒大闹神子宴会 要是追究起来 恐怕我这个地势序列身份都要辅住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根本没想那么做 吩咐完君玲珑将蓝清雅带走后 便主动提起当年老爹君无回首 似龙族至尊 将其八辟抽筋后 龙族就是我们老军家为死 但你想报仇找我来就行 欺负女人实在是恶心至极 怪不得这么多年你都站不起来 被人看不起 这事伴随着放肆两个字从上空传出 龙浩天手下两名徒从眨眼间 便来到了君逍遥申请 然而根本没用君逍遥动手 身后两道灵力气息爆发间 便直接将二人崩溃到飞而出 这里是军家 还轮不到你们这群乡巴佬 在此撒影 一族强者吹响进攻的好者 君家序列催枯拉朽 给予致命一击 同样是年轻一辈天才差距 竟如此之大 我君家岂是什么阿猫阿狗 多能挑衅呢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众人惊叹出声 这出手的还只是君家 第十序列和第七序列而已 荒谷世家的底蕴 在此刻显然已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看着手下居然被轻易地击败 祖龙朝龙子在愤怒的边缘徘徊间 手掌突然略微地抬起 伴着第十序列军杖剑瞳孔瞬间放弄 一股凌厉气势眨眼间 便轰击在了他的身上 可即便是军杖剑认出了此招 乃是龙族大神通劫龙使 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于巨大结果 也只能是被一击轰退 而看着龙浩天竟然想赶尽杀绝 第七序列军雪皇本想出手制止 不料龙浩天却直接把怒火转移到了他身上 速度之快让军雪皇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对 这时暗中一只小脚蓄力剑 忽然顺身来到军雪皇身前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并且令龙浩天更为惊讶的事 那道交小身影仅用了一只手便做到 只因他不是别人 正是军家灵浩序列天地宫神子君逍遥 只见逍遥先是看了龙浩天一眼 紧接着手掌瞬间发力 下一秒便在龙浩天的震惊中 直接一拳正面将其轰的盗飞而出 可应接了攻击的他却不怒反笑 有点意思 这才是突破枷锁的荒骨圣体 足兄足姐你们先退下 这小哥是来找我的 话音刚落俩人本想出言劝谁 不曾想这里的动静竟然惊动了你 今日本就是这小子的十岁夜 就让他亲自为四方豪族住住兴 随即场面先是出现了短暂的风平浪静 而后伴随着两道细微风声传出 对风产生的爆炸声瞬间传遍了整座天地宫 紧接着看到双方你来我往的迅猛攻势 叶星云不禁怀疑到 刚刚和他对战的军逍遥真是他本人吗 少爷不要眨眼好好看 真正在时代顶端争斗的 不是像你这样的天骄而是怪物 而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怪物 一代天骄上演怪物对跑 强悍斗气化为力剑撕裂天空 战斗余波让在场所有人无一信念 却在某一时刻烟消云散 原因就是眼前这个战篮停障 原来是爷爷怕两人战斗殃及无辜 特地施展法术形成保护罩 一方面保护了观众 另外也让鄙视之人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战斗 待到烟雾散去 只见两个娇小身影便映入了眼帘 你好像很高兴 你不是来找我报仇的吗 上一辈的恩怨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我高兴的理由很简单 好不容易突破天道枷锁的人族胜体打一架 怎能不叫人兴奋呢 话音刚落只见龙浩天周身突然光芒闪烁 气息外放间竟比约有数稿不孝 接我这一招可好 真龙困天树 而看着对手全力以赴的模样 君逍遥竟也罕见地开始小认真起来 双手结印伴着古老咒语从君逍遥口中传出 刹那间就连爷爷也瞪大了双眼露出不可思议的感情 阴阳 以一阳成一统万物资训 以太玄玉器凝结为刃化作神兵 这时看着无数道金色光剑凝聚而成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此招乃是军家密法兵法觉 而就是这愣神的一瞬间 位于战场中央两人已然带着各自绝学开始正面对冲 只见无数道金色光芒剑凤插针涌入到神龙体 下一秒伴着此生萃醒 龙浩天的全力一击就这样被化为乌勇 而且龙浩天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 击破神龙的兵法绝在君逍遥的控制性 犹如一只利剑一样眨眼间便冻穿了龙浩天的防御 将其瞬间吞没 片刻后带到烟雾逐渐退散 龙浩天就这样被摧枯拉朽正面击口 但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还有着一道阴暗目光不断闪烁 可显然君逍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只见他先是转了个身 挥舞起手中的拳头后 下一秒竟直接得意地对着君家众人指去 那态度很明显意思就是快夸我快夸我 你这臭小子可不要得意忘形 然而爷爷话还没说完瞳孔瞬间怒争 目光所至那已经宣告失败的龙浩天 竟然来到君逍遥身后搞起了偷袭 听闻动静的君逍遥刚把头转回去 一片血雾便在这寂静的空中瞬间飘散 他是一代龙族圣子受外人敬 如今却被一个小屁孩一招击败 往日的荣誉感让他忍不住竟选择搞起了偷袭 怎料偷鸡不成反射拔 面对致命一击君逍遥不仅毫发未损精先动 而且这偷袭的举动也激起了逍遥的杀心 你特喵的到底在搞什么 话应当落只见君逍遥对着龙浩天就是凌空一脚 可让他惊讶的是 即便这一击命中了龙浩天的头部 他竟然分毫未动 紧接着伴随龙浩天胸口处突然光芒闪烁 下一秒气息暴涨间竟然突破了境界实力踏入神桥镜 这时虽然君逍遥一脸问好 但不乏一些有眼力的人瞧出了端倪 这龙子强行催动龙元突破神桥镜 恐怕只会让他根基不稳有害无意 可此时的龙浩天已经像变了个人一样 在释放气息停止的一刹那 便没有丝毫犹豫静止地向着君逍遥冲去 这时君逍遥也看出了不对劲 随即在躲过龙浩天的横冲直撞后 他果然发现了问题所在 只见龙浩天周身已被树到灵力丝线层层缠绕 很明显定是有人在暗中操控着他 而且那人的位置应当就在天上 紧接着一股灵力气息在其手中凝聚成闪电墙 成形的瞬间便直接对着天空甩去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曾经所向披靡这种 在到达目标前方的一刹路 竟直接被强行捏碎化为乌鱼 并且让他更为头痛的事 此刻失去意识的龙浩天就像个疯子一样 只会追着君逍遥横冲直撞 喂 你醒醒啊 被人当成傀儡操控算什么祖龙朝龙子 而见到语言刺激并没有什么卵用 君逍遥甚至想出了以活碰头的方式 希望可以把龙浩天撞起 然而这一撞不要紧静把系统给撞住 以触发迁到地点十岁宴宿主是否迁到 可喵的这狗屁系统再不出来 我都以为他狗屁了 这时伴着君逍遥选择按下签到按 一道名为至尊谷的奖励页面便蹦出 至尊谷顾名思义就是至尊的谷托索 持有者能够越界使用至尊级大神通 解锁至尊级大神通上苍结光 而随着系统提示因消散君逍遥周身 便突然散发出药眼光芒 卧槽 这难道是至尊谷 这君家真的个个是妖孽太可怕了 这小子什么时候拥有一块至尊谷 荒谷仙玉巅峰不朽不灭的存在 想到此处他便若有所思地突然抬起来 目光的尽头一条远古巨龙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其眼中 原来你就是龙族的至尊啊 想杀我却拉不下脸面亲自动手 于是就把小辈当玩物 早就听闻我家老爹曾首思龙族至尊 今日我君逍遥就要此成复业 在此灭了你这藏头鹿尾的大野丘 而伴随着君逍遥向天一指 那一缕神光竟然直接将神龙全部笼罩起 以至于下面的众人甚至都听到了光芒燃烧龙铃的声响 而后更是在一片惊讶声中 一代祖龙朝巅峰高手幽龙至尊的身形 竟然真的被君逍遥给逼了住 可此刻的他却并未理会众人的追捧 只是看向了天空 胆小鬼总算是出来了 斩祖龙朝龙子并扛幽龙子至尊 君家神子君逍遥超越十大高手的零号序列 就在今天正式登场 就在刚刚龙族至尊在高空被逼现身本想息事宁人 不料换来的却是轻蔑一笑 先来君家挑事而后又用下三烂手段针对我 现在轻飘飘的说几句话就想走 你好大的脸面啊 紧接着面对幽龙至尊略显高傲的询问你想怎 只见君逍遥手中瞬间光芒闪烁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今日我要此成复业 在此图问你这条幽龙 这轻蔑的言语顿时让幽龙至尊同苦怒争 下一秒伴随着至尊强者的气息瞬间爆发 一些实力较弱的人便已扛不住威亚敦服在地 而反观威亚作用的直接对象却坚挺无出 那波澜不惊的目光 甚至让在场所有人不禁产生怀疑他真的只有十岁 就连幽龙至尊也暗自叹息 这小子竟能凭借真灵境的实力承受住荣雅 这时只见君家第五序列君万节脚步轻易 手中雷光闪烁就要出手 不料却被身后的爷爷拍了拍肩膀 摇了摇头意思很明显 此时还轮不到他动手 因为爷爷已经感受到了自君家后山迸发而出的恐怖威亚 并且那声音是令在场所有君家子弟都熟悉不过 而作为主角的幽龙至尊同样也嗅到了危险气息 然而当他见到能量光束的一刹那已经晚 那犹如利刃一般的能量链条眨眼间便正面轰中了幽龙至尊 伴着腿看雷光在其周身不断闪烁 只见幽龙至尊的一条手臂已被人身分离落在了广场上 这雷霆一击直接令在场所有人都懵逼了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实力 可以如此轻易地砍断一个至尊的手 可君逍遥却没想那么多 只是若有所思地把头转向了十八祖大力 此时君家十八祖正单手掐着龙浩天 淡定的面向天空表示你本可带着这小鬼安然离开 但你却选择了在君家出手 君十八你给我住手 你敢杀他 何止是他 你也一样 而眼看着老祖已经起了杀心君逍遥本想出言制止 但还是晚了一步只听咔咔一声脆响他便愣在了人里 而眼看着龙族龙子被杀幽龙至尊也冲昏了头脑 一边向着老祖冲去一边怒咳 你这疯子是想掀起祖龙潮和君家的不朽战吗 可老祖却对他的威胁视而不见 大手一挥尖 竟然直接将一代幽龙至尊真身拦腰砍断 片刻后大地上便只留下了处处残躯 而更让大家吃惊的还在后面 老祖竟吩咐了爷爷去把这条黑龙烤了用来招待来逼 而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了此次宴会的宗旨 我君家有十大序列各个都是爵士天教 但在这十大序列之上还有一个位置 那便是未来的君家家主 被赋予零号序列的神子君逍遥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理会众人的惊讶 只是盯着老祖在看 而老祖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便将手中的龙浩天扔在了他面前 表示这小子体内还有没炼化的龙园 你且将其取出自行吸收对你大有必义 宴会结束后再来见我 都说天上龙肉地下鱼肉 可真要轮到吃的时候却都下不去嘴 更何况吃的还是一代龙族准至尊强者鱼肉 此刻君家正用刚刚击杀的幽龙至尊之血肉招待来宾 但身为君家第七序列的君万杰 却没把心思放在这上 然而当他找到组长时还没等说话便被噎了回去 你想问君逍遥是否参与过序列争夺吗 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 没有 他的零号序列是在他刚出生时由老祖亲自指定的 这或许对你们来说不恭敬 所以老祖才允许你们随时可以向逍遥发起序列争夺战 他绝不会插手 而听完叙述的君万杰先是思考了一下 随即便杨庄有事离开了宴会大厅 此举也颇为被组长欣赏 想来如果他现在在宴会上对逍遥发起挑战 那君家的脸可就丢大了 这时只见组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便询问手下逍遥现在 而在听闻逍遥准备去炼化龙元 并且要一举从真灵境突破至神条境时 深知跨境突破的威胁 组长便立即下令马上找到君逍遥让他立刻停止那疯狂行动 画面一转在君家深处的高楼上 君逍遥默默地将龙浩天的骨灰交给了君灵龙 稍了 在这里找个地方帮我给他买 您似乎对此事很不高兴吗 在你看来我确实应该高兴 打败对立家族的后起之秀 硬抗了比自己高七八个境界的至尊威压给家族长了脸 这个世界的人命还真是贱 然而听到这里君灵龙本想着安慰逍遥 还在表示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 他敢来这里挑事就要有牺牲的准备神 又何必见买 可在听到君逍遥默念那这样又和野兽有什么区别 君灵龙却微微笑了起来 您思考问题的方式简直就不像这个世界 但如果您对这个世界的法则不满 那就只能成为至尊上的至尊天下唯一的大力 只有这样您才有改变法则的能力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突然笑说声 心中默念不论是重生还是戏 既然得到了这一切终归是有理由 天上地下三千世界 并为大帝方可逍遥 这时伴着一股隐晦气息从君逍遥体内破扫 一时间竟让君灵龙的瞳孔瞬间放开 因为他的脑海中看到了自己不敢想象的 那便是长大后君逍遥 正接受着万人敬仰会板 天地之鸣响彻整个怀孕 而伴着一丝丝刺痛刺激着君灵龙返回现实 他便明白了这乃是自己的七窍玲珑心窥见的未来常理 也就是说神子他未来真的可能会成为主宰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想那么多 只见他找到了一片空地手中龙远闪现而出 荒谷圣体每突破一个大境界就会引发雷杰 你先离开免得被剥挤 记得给我找一件新衣服 话音刚落只见天空突然乌云逆 而伴随着龙远在逍遥手中被缓慢挡台吸收 远处的众人便看到了令人惊恐的音乐 就连刚赶到此地的组长也只能更大双眼 因为此刻雷杰已经将军逍遥的娇小身躯全部笼罩其中 有擎天硬汗急速闪电 傲视苍穹为我君家神子 无时会上可触碰天道 十万雷杰助我不许胜全 强烈的能量波动瞬间扩散 而眼尖之人看着那金色灵气便已认出定是君家神子 在度荒谷圣体之间 这时只见度结完毕的君逍遥缓慢抬头间 露出的真容竟退去了 往日的幼稚变得更加坚韧体 望着面前那雷杰的余威似乎还不愿退死 君逍遥手掌缓慢展开抬起 下一秒竟然一掌拍碎了结语 这震撼一幕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来 纷纷感慨着大争之势 怕是要变成君家神子一个人的舞台了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有这么乐观 因为雷杰之力和龙原理的能量大部分都被至尊羽吸收 以至于他的实力目前距离神桥境还是差了一颗 眼下要想快速获得进阶只能寻求天才地宝来滋养至尊羽 随即看着正好赶来的君灵龙 便通知他宴会结束自己要离开天地宫去周游历练 立刻去找找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 说完便转身向着老祖住所走去 于子龙时在祖龙朝内 无上至尊正对着虚无愤怒咆哮 真当我祖龙朝是任人揉捏的路边野狗吗 这时只见身旁之人发出无奈之音 君十八世君家出了名的疯子 要找他报仇太难了 但同时又有人提议 既然他敢诛杀我们祖龙朝龙子和龙族至尊 我们又何尝不能杀他君家序恋呢 想来那君家神子也快到了出门历练的年纪 待我们龙傲天闭关出山的那一天 定门横扫仙域年轻一代 到那时杀一个君家神子 还不是随手可为吗 画面一转君家神子十岁宴结束之际 当座上飞行器离开夜少爷 便被管家询问此行收获如何 君家神子身怀荒骨圣体 以及至尊骨两种超绝体质 修为更是远胜于我 而他却没有因此拒奥甚至对我以礼相待 我可真是个废物啊 这时管家看着略显随飞的少爷 还以为他倒心被崩坏 直到听着他接下来的叙述 这才放心下来 我没有资格成为他地路上的绊脚石 但有些东西总得靠自己去争取 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 谁又能预料到最后到底谁输谁赢呢 做隔背轻是天生的 那么如果隔了十八倍轻 又会是一种什么体验 正如君家第十八倍老祖一样 看着吸收完龙园身体 发生跪变的孙子是越看越爱 随即便突发奇想询问君逍遥 如果多年后你成为了天帝该当如何 如果我成了天帝定当镇压敌人 维护事件何必 但如此循规蹈矩 每个天帝都尚解 如此是不是太无聊了 这是看着老祖略显疑惑的目光 一阵虎狼之词 直接从君逍遥的口风标注 我为天帝必将开创一个 正古朔经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新时代 一个有手机有网 凡人亦可触摸星辰 尽情享受在宇宙中自由飞翔的快乐 说到前面还好 后面莫须有的话 直接给老祖听懵逼了 但已经知道孙子有远大报复 索性也没想到 来到君逍遥身边便询问 老祖略的剑爵浩如烟海 而位列其巅峰的 则被世人称作五大神爵 我君家的路仙剑爵 正是其中之一 可因为他威力强横 想要学会也是难上加难 以至于如此 这路仙剑爵才不对普通族人开放 免得他们浪费几十年的光阴 如今你即将出门闯荡天下 这剑爵就当是我赠予你的底牌 话音刚落就当君逍遥 兴奋的锦王对老祖行李时 又被老祖一盆冷水浇了过来 虽然答应了你学完第一试 就可以出门闯荡 但你要记得从今往后 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老头子我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再出手帮你了 画面来到数日后的君家仓库外 此刻下人们正对着 仓库内的人连连称赞 不愧是神子身边的侍女 我们大半年的工作量 玲珑小姐几天就干完了 真是厉害 然而此时在里面的君玲珑 却没时间理会外面的追捕生 因为在整理清单时 他发现了一则书信 玲珑无有禁忌 家父重疾再生无力 参加君家神子的十岁夜 君家贵为荒谷无上世家 恳请赐不死 只要一诸以救我国之君亿万宁允 朱雀国愿以国相报 看到这里君玲珑便想起了 儿时的那道歉意 很明显这书信 根本不是写给神子的儿时给他 就在这时一阵无形威压 突然将君家全部掳放 随即转头查看间 目光所致威压来源 正是神子君逍遥闭关的点 先见诀现实以来 无数强者为官 祖长本以为是老祖出山 可明眼人却看出了 这套剑诀招式还尚不成熟 定时内仅用了三个月 就将陆仙剑诀学会的妖孽制造 此刻在君家祖地内 君家第十八代老祖 正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在看 只见烟雾散去一道话语 便传入耳中 老祖 我这是仙云可算何不 这戏谑的一幕不禁 让老祖突然发出哈哈大声 老夫当年参悟 这是仙云用了整整一年时 没想到你小子哈哈 紧接着直接怒拍胸膛 欣赏宠溺地看着祖孙君逍遥 大声发出豪言壮语 去吧 是时候去创造属于你的时代了 画面一转 君逍遥便已离开了君家祖地 闭关三个月吸收着空气中自由的味道 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 自己闭关前托付小林子 找的地方不知道什么地方 而当他刚想去找爷爷慈行 却发现爷爷已经来到了他身边 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 爷爷直接还了他一个白眼 别看了你这臭小子 搞出这么大动静 我身为君家组长能不来看哪 之后再听说君逍遥 已经学会了路线建决第一事 发出感慨的同时也很 你这臭小子从小在我身边长大 我怎么没发现 你身上还藏有一块至尊物呢 而听着爷爷的问题 君逍遥自然不能承认 自己有千道系统的事 所以便敷衍爷爷爷 你这个大孙子可是个宝藏男孩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 话音刚落爷爷也没想听他的平嘴 忽然正经起来 表示你身上因为有两种顶级体质 所以修炼也要付出双倍精力 特别是荒谷圣体在你出生时出现万圣朝拜后 其中还隐藏着尚未觉醒的意象 需要你自己领悟开启 但我却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加快领悟第二种圣体意象 这时看着突然迈起关子的意义 君逍遥便紧忙对爷爷发起了 曾经百事不爽的撒娇攻势 逗得爷爷直接将他推到了一旁 询问逍遥你可曾听说过盘武神朝 那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顶尖事 虽然他的开创者乃是盘武大帝 但我君家同样也出过七天大帝 而这个盘武大帝身上就存在荒谷圣体 传闻在盘武神朝皇宫深处有一座盘武陵 可能和他有关 但那秘境似乎是不对外开放 不过如果你非要进去 爷爷为了你的前路强闯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这戏谑一幕不禁让君逍遥发出感叹 老君家这股霸道劲还真是一脉相传啊 随即便承诺爷爷不用担心 等出去历练有机会一定会去盘武神朝一探究竟 可就在爷孙俩结束对话没多久系统的声音便传了出来 可悲催的是系统显示的迁到地点天元至尊密藏和盘武 都是君逍遥意识当会去不上的地方 这时随着逍遥眼神突然放大 目光所至只见一个窑窍身姿正立于竹亭内安静八感 哟 你该不愧是在等我吧 我是您的侍从 你应在此等候 而君灵龙如此恭维地回话听得君逍遥也是浑身发产 表示你可别这样我身的慌有事你就直接死 这时只见君灵龙递过来一套竹剪之后 竟突然对着君逍遥跪了下去 而逍遥本想斥责她不要随便这么唐突的下 但看着竹简索性便决定先查看一番 随即一个朱雀古国的地名和一朱不死药便映入了眼中 令逍遥惊喜的是在答应了君灵龙的请求后 没想到还意外激活了系统迁到朱雀古国皇宫的任务 十八岁国王身患重病命在戴西 唯有求得不死药才能摆脱死亡重获新盛 而看着皇女为此整日烦忧 国王本想放弃生命让皇女解脱 不料就在今天不死药终于有了眉目 这时在听完侍女通报 青龙古国的皇子殿下正在偏殿等候 气得朱雀国王气血瞬间上涌 差点没嘎过去 见状皇女拜玉儿紧忙安抚父王切勿动物 表示自己有办法应付她您就放心吧 不久后画面来到大殿中 看着正对自己恭敬行礼的拜玉儿 青龙古国大皇子萧陈不由地发出一声看戏 你我之间又何须这般客气 几日不见你又憔悴了不少了 说完还不忘将此行的目的表明 让她尽管放心 等到两人大婚之日 青龙古国定会奉上不死药作为聘礼 话音刚落旧父亲切的拜玉儿 也只能假装微笑回礼 内心只希望她到时候别反悔就行 直到送别萧尘后 拜玉儿的贴身侍女也是没忍住开始吐槽 陛下分明是和青龙国王一起探寻秘境中的毒 他们却以此要挟殿下联姻还真是不要留心 听到这里拜玉儿怕隔墙游而紧忙让阿珠闭上了嘴 但同时她也明白如果联姻成功 朱雀古国就会彻底陷入被动 祖上传下来的这份积业也迟早会被青龙古国吞掉 而就在她为此惆怅不已时 一道通报声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绪 报告殿下 君家 君家终于回信了 见状拜玉儿紧忙打开了狱子 上面君玲龙的字迹让她瞬间大喜过望 太好了父王有救了 画面来到君家天地宫内 此刻君逍遥正盯着面前发呆 选择困难正在她身上被展现的淋漓之举 惹得老婆婆忍不住对君玲龙开始吐槽 小姐 小神子这是在做什么呀 以神子的身份理应成做九龙玉女 怎么在这些异兽里挑选呢 这时只见君逍遥突然来到君玲龙身边 询问她那个叫拜玉儿的说 求得不死要愿意以国相报 是指臣服于我 成为我个人的附属势力吗 话应当落在君玲龙说了肯定的回复后 也解释了其实君家每一位序列身后 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势力 就连帝时序列君仗剑背后 也有听命于她的古剑宗 朱雀古国近年来虽国力衰弱 但那皇女拜玉儿却身怀朱雀神火 也算是一代添交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咧嘴一笑 嘲讽君玲龙 你不会只是在为你的小姐妹求情吗 这是一项面无表情的君玲龙 竟直接换了副嘴脸开始装可言 表示玲龙岂感 玲龙对神子绝对一心一意 又怎会为了区区外人 坑骗神子的不死药 行了你别演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不过我确实也不想 把什么鼠雀之辈都收入归险 朱雀古国配不配这猪不死药 还需要亲眼验证一下 而听着君逍遥 耐于常人的想法 君玲龙正感慨着 自己当初冒险认主 简直太伟大 却突然又被君逍遥的 奇葩行为弄得一阵无语 只见君逍遥经过了 一番深思熟虑后 竟然选择了一只羊驼 为坐骑非要骑着他去朱雀 啊呸 咋的我不配吗 被弃族人勾结外族为货君家 按照族规理应将四肢定在木桩上 用阳光暴晒直至干枯死亡 可处置者君逍遥却大手一挥 扬言自己未来可是天下的大地 让君玲龙拿出纸笔 记下出山前来自君天地语录的第一条 那便是不叫而杀位之虐也 不久后在君家地牢中 听着牢门开起声 蓝青雅显然早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表示自己只有一个请求 给我个痛快吧 然而君玲龙却根本没理她的话 只是宣告着神子对她下达的处罢 蓝青雅你勾结外族为货君家 神子罚你常跪在天地宫外一年私过 一年后恩怨自清你将被逐出君家 若你仍旧心怀怨恨 可以随时向神子发起挑战 但若你仍不思悔改 继续勾结外族针对君家 那么神子将会踏凭你所勾结的任何势力 然后亲手杀了你 与此同时听闻此事后 爷爷正为君逍遥的心软担忧 但族中长老却发表了不同意见 与其说是心软不如说 在这天下皆行霸道的时代 他却想走那让万民臣服的王道 但这世上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万民皆服呢 画面来到几日后的朱雀古墨王公妹 看着只有君玲龙竞争的如鱼而至 起初望外的玉儿殿下激动地连连表示 果然到最后还是要靠姐妹 男人根本一个都靠不住 可话音刚落君玲龙便一盆冷水浇在了她头上 表示麒麟不死要有事有 但却不在她手上 我的主君说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 值不值得她拿出不死的 所以才没有一起过来 这时听到君玲龙的描述 让玉儿殿下忍不住发出感慨 天哪 你的主君 能让你这般天骄都心甘情愿追随的人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妖孽 此话一出想起神子平时的样子 顿时惹的君玲龙苦笑一声 表示这个只能等见面你就知道 此时在皇城内的一个酒楼中 看着酒水已经全部上齐君逍遥 忍不住发出一阵感叹 这就是好酒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吵闹的家伙 那就更好了 我要的是你们这里最好的酒菜 你就拿这些垃圾打发我们 不知道我们是谁吗 因为喝水塞了牙 一怒之下就想要了电小二的女 看着因疼痛流泪 却一声不吭的电小二 令男人更加心生怨恨 发出邪魅一笑 就要捏断脖子时 却被一人突然拦下了动作 怎么 朱雀史也想来扫兄弟们的心 不 我只是觉得青龙史不必为了 这种不入流的小丝动物 如果这家酒楼不行 我给您换一家更好的就是 这时只见青龙史就像扔垃圾一样 把电小二甩在了地上 发生的一切都已被君逍遥禁收眼底 可令他意外的是朱雀史 竟然亲切地握住了电小二的手 交给了他数枚钱币的同时 还安慰他这些钱你先拿着 再忍忍一切都会过去了 这奇怪的一幕顿时惹的君逍遥 好奇心飞起 随即紧忙抓住了 另外一名电小二上菜的间隙 询问刚刚那些人是什么人 在朱雀皇都都这么嚣张 你们国主不管吗 随后听着电小二的叙述方才得知 原来朱雀国主前些年 和青龙国主携手探寻立即 结果不幸被蛇魔所伤身中剧毒 下不来床 唯有麒麟不死药方可医治 恰巧青龙国主手中有一株不死药 但条件就是要和朱雀皇女联姻 而刚刚那些人正是前来联姻的 青龙古国大皇子手下的人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笑了笑 表示那不死亡千金难求 你们真的认为青龙古国会舍的吗 然而电小二却没想关心这些 此刻他只知道皇女都在忍受 屈辱他们自然也亦不容辞 而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 殿小二显然已经明白了 他就是个外敌人 紧忙表示朱雀皇女 在他们眼里就是信仰的存在 因为皇女身怀朱雀神火 神火不灭朱雀不亡 所以皇女殿下 就是我们朱雀国子民信仰的象征 听到这里君逍遥大致 已经了解了目前朱雀古国的情况 随即不久后 他便来到了皇女寝宫处 这时在两名守卫模样 发现他的一刹那 刚准备动手发出雷霆一吼 不曾想君逍遥只是微微一笑 下一秒其身体 就已经越过了二人数十米远 见此情形 两人也明白此等高手 不是他们能对付 随即紧忙大声呼叫了 禁卫君前来帮忙 来者何人 报上姓名 黄州君家 君逍遥 话音刚落 只见先前那两人直接懵逼了 但还是抵制住了恐惧 表示即使你是君家贵人 也不能擅长皇女起功了 这不屈不挠的精神 顿时让君逍遥 对于朱雀国的评价又增添了几个 这时伴着朱雀皇女 急匆匆地赶来 还是没赶上 不为一代皇族圣语受万人敬礼 却在土民面前 像一个素未蒙面的陌生人当众下落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才让男人给了他一盏茶的功夫陈塑 就能当当 朱雀国玉儿殿下 想着闺蜜君玲珑的介绍 我家公子虽然年少但性格怪典 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而高看 我若开口只会徒增他的反感 因此想要从他手里得到不死药 只能靠着自己争取 然而如今的情况 却让玉儿殿下能看直流 吓得玉儿殿下紧忙拱其手 以千金之躯当众向着君逍遥赔罪 可君逍遥却毫不领情 表示想必你就是朱雀骨活的皇女吧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何而来 可你却没有提前通知手下 看样子是并不欢迎我的到来 说完君逍遥就要转身离开 不料玉儿殿下竟直接跪了下来 公子留步 冒犯之处请公子刺罚 只求公子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话音刚来只见君逍遥回头的同时 手掌灵光闪烁间 竟直接隔空摄物把玉儿扶了起来 一个只想君玲龙便出现在了身旁 坐在椅子上这才把话放下 你一个皇女当众下跪成何体统 既然如此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一斩茶的功夫看你如何说服我们下 这时只见玉儿先是咽了口破目 随后快速整理语言表示 火舟欲广三千里 帝大物伯服员辽阔皆为朱雀骨活僵土 公子若愿赐不死要一株就国主姓名 这亿万子民包括皇族在内 愿为你安前马后万死不死 然而这一席话换来的却是君逍遥的轻蔑一笑 我君家所住的黄州光是土地就比这里大百 更何况黄州旁边的稻州也在君家的掌控之中 何须你这一个小小火粥为我所 听到这里玉儿下意识地捏了下手 表示如果公子怨赐不死要 自己可以奉公子为主 一生为奴为弊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众人一阵反对 可君逍遥却笑出了声 看到我身后的小林子妹 此人纵横江湖二十三年 端茶道水洗衣蝶被杀人放火 谋财害命样样精通 她就是我的侍女 你认为你能取代她吗 你们这些小姑娘 不要以为出卖自己的身体就能获得利益 给你只条名路吧 这个国家的子民 似乎都很尊敬你这位皇女 但我不确定你是否值得他们尊敬 如果朱雀皇族是一个 连子民都保护不了废物 我又凭什么将珍贵的不死要 浪费在你们身上 三天后我会离开这个国家 到那时如果还不能让我改变主意 那就说明不死要和你们无缘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原地 路上看着一言不发的君玲珑 惹得君逍遥一阵无语 随即便率先打破僵局 询问她是否是在怪自己为难她的小姐 玲珑岂敢违背您的意思 只不过玲珑记得自己好像没有杀人放火 更没有过谋财害命吧 跟书迷们称作君妖子 可实际上却不尽女色是个不折不扣的钢铁之奶 浑穿到这个世界自带神级系统 堪称同龄人无敌的存在 甚至可以越级挑战修仙大王 以至于来到朱雀古国签到成功 系统奖励了古代圣兵奉明齐山 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用金手指通关游戏多没意思 所以我不仅要学会弹琴还要学跳舞 有机会的话还想当铁匠和木匠 然后想办法搞出来计算机开发电子游戏 此话一出顿时又惹的君玲珑一脑袋问候 而看着懵逼的君玲珑 君逍遥也没有在意她只是笑着表示 话说你那个闺蜜到底会用什么办法 让我改变主意我很期待 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的是 她的性格远比她现在表现出来的要更加张扬 话音刚落只见一位婆婆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来人正是照顾君玲珑起居的花婆 小姐就在刚刚你的那位朋友 带着修书去找青龙古国的大皇子 我靠这是什么剧情展开啊 走走走快一起去看看戏 时间线回到几个小时前 此刻玉儿殿下正握着并为国王的手表达着决心 我不知道那样做对不对 贸然行动的话很可能会给朱雀古国带来王博之威 然而听着女儿的话老国王却没在意那么多 还特意为她打了一剂强心针 若你真的想做那就去做把微服信 只要神火不灭 朱雀就不会亡 而在两人谈完话后 玉儿很快便只身来到了青龙古国使者住所 此刻青龙古国大皇子正一脸阴霾地听着玉儿说话 修书我已带来即日起朱雀古国和青龙古国解除联姻 还请殿下即刻返程数不远送 你是在羞辱我吗 这时听着大皇子愤怒的话 玉儿直接来了个反将军 表示事实好像是你一直在羞辱我 甚至羞辱整个朱雀古国吧 表面上说的很好 要以不死药为聘礼和我成亲 婚期却定在了三年后 可我父王还能撑到那天吗 你手下天天折辱我朱雀子民 你有管过吗 如果你只是想试探我的底线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就是我的底线 这时被修书砸脸的大皇子静不怒返校 挺硬气啊 有了后台就是不一样了呀 听说日前有位白衣公子闯入了你的寝宫 而后又大摇大摆地从正门离开 应该是你的小情人吧 如此的你不过是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玩物啊 用身体交换不死药自甘下剑 确实没资格入我们青龙谷国的国门 这时就在两人队之间 隐身在暗处的君逍遥 听着二人对话差点笑出了声 随即果然在他期待目光下 玉儿殿下便开始了反击 原来我只是觉得你有点斯文败累 现在却发自内心的感觉你很可怜 一个只能靠异想和侮辱来挽回自己可怜的自尊 作为一个男人不是应该很可悲吗 话音当落只见气急败坏的大皇子向后蓄力剑 下一秒直接大手一挥 对着玉儿殿下的胸口就是一掌 强大的力道鼓足让玉儿向后飞行了数米 这才停了下来 而当大皇子看到玉儿选择不反抗内心便已经开始后悔 紧接着伴随君逍遥看戏的目光下 只见一道露出邪笑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 这朱雀古国最受尊敬的圣女公主殿下 却卸下所有防备正面承受了男人的权利一击 可那明显承受后会让自己内脏粉碎的力量 却被女孩周身散发出的火焰全部洗手 我受你这一掌两国的勤奋就此结清 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了请你离开大皇子殿下 话音刚落愤怒的大皇子大吼出败玉儿名字的同时 手中灵力闪烁便对着败玉儿再次打去 当玉儿做出防御姿态正准备迎接攻击时 半天一道爆炸声传出 烟雾散去令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大皇子的攻击竟然被单手挡住 我喜欢你的回答 你说服我了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玉儿殿下兴奋不已 然而大皇子却一脸问号只是询问着你是谁 我就是你口中玉儿的小情人 惊不惊喜一不意外 他瞄得你们这对狗男女 苍龙破天拳 不好意思我现在看到龙族就有点兴奋 这时随着君逍遥一季节龙首正面击中了大皇子 痛苦的嚎叫声瞬间传遍了整座后盟 大家都没想到堂堂青龙谷国大皇子 并会被一招秒杀毫无还手之力 震惊之于败玉儿急忙把头转向身旁 询问君灵龙公子现在是什么修为 萧尘也算是四项古国名声显赫的天骄 竟如此轻易被击败 公子目前是神乔庆后期 是超出你们俩整整两个大敬帝 而且公子今年只有十岁 虽然他看上去挺大致的 但事实就是如此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 萧尘将外套抛向空中的同时 周身雷光不断闪出 气息竟在短短几秒间开始暴增 龙气加深 萧尘更加怒上加怒 挥出绝学青龙天作应 就要君萧尘给他跪下 听你也配让我跪下 说完手掌瞬间金光汇聚 下一秒在真龙困天树 被喊出来的同时 便看到了金龙一步 玩爆了萧尘的攻击 并直接对着他本体袭来 随即根本由不得萧尘做出任何反应 金龙攻击便以迅为之事正面公众 一身坑柱就弱准 双目空洞丧尸最终性能 击败他的金龙在饱航中一声 男人这才后知后觉 面前之人是他一辈子 都不可逾越的鸿沟 可看着君萧尘蔑视的眼神 一代青龙谷国大皇子 最后的执念被彻底激发 然而君萧尘看到萧全 还想疏死一波 眼神微眯皱了皱眉间 下一秒手掌向下挥舞的一叉 无数道剑影便以 催枯拉朽之事来到了萧尘身前 手指微居就要将其当场射杀 却被玉儿殿下大叫阻止了攻击 这一幕不仅惹得君萧尘极为不熟 就连萧尘也感到不可思议 纳闷拜玉儿难道是要救他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他要是死在朱雀皇宫 可能会有点麻烦 能扔出去再打吗 话音刚落在萧尘的怒骂声 传出的同时 却逗得君萧尘笑出了声 随即只见君萧尘手掌内灵光 突然闪烁 紧接着萧尘便被禁锢 提到了半空中 反观萧尘即使认出了此招 乃是隔空事物 但他却还是无能为力 只能沦为鱼肉 这时只见君萧尘手掌突然紧握 向后扯力的瞬间 一道青色龙魂便被他从萧尘体内拽了 这就是你以你为傲的容器 黄州军家君萧尘 记住这个名字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复仇 说完全风便向着远处大力挥舞 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 就这样像被扔垃圾一样甩飞了出去 见此情形皇女拜玉儿脸都要绿了 直到听说了萧尘没被弄死 只是被废了经脉 沦为废人这才松了口气 说完君萧尘便把龙魂再次提取了出 突然将其推入进了拜玉儿身体中 青龙行墓你行火 以墓生火 这龙气能助你突破真灵进你收下来 听到这里拜玉儿本想磕头道谢 无料却被君萧尘阻止表示先别急着谢我 待我去见你父亲之后再谢也不迟 说完便在拜玉儿欣喜雀跃的引领下 向着皇宫内院走去 号称国服第一神医 如今却眉头紧锁 给国王下达了死亡诏书 原来国主身患不治之症 即便是华陀在世也必将回天法术 这时伴着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皇女拜玉儿竟真的将国王为一生的希望带了过来 国主拖着游镜灯窟的身躯 起身咳嗽几下后 这才看清了玉儿殿下身后那道身影 听着玉儿的介绍来人正是君家的神子君萧尧 而国主怎么也没想到 来救她的会是前段时间硬抗幽龙至尊的君家零号序列 所以她根本不敢有任何怠慢拖着病体 就要向君萧尧请安心 不料却被君萧尧婉言回绝 国主不必如此 省去那些繁文辱节 贵国皇女通过了我的考验 所以我会信守承诺 赠予阁下一株不死药 这时看着在整个荒谷仙玉都找不出几株的麒麟不死药 君萧尧一出手便是四株 直接让国主再次刷新了自己对荒谷世家的底蕴认知 但君萧尧却把丑话说在了前头 要是如果国主接受了不死药 那么从此以后朱雀谷博便将臣服于我君萧尧 成为我个人的副属 听到这里国主明显对君萧尧说的话震惊了一下 随即脑海中快速旋转 最后目光看到了皇女拜玉尔点头的举动后 便毫不犹豫地双膝跪地 向着君萧尧行跪拜大人 至此在神子君萧尧走出宗门后 第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附属国就这样宣布归位了 把封刺骨凄凉惨淡 画面的另一端刚被君萧尧击败的青龙古国大皇子 走在大街上正接受着百姓们嘲讽和谩骂 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以至于走到了荒郊野外 他终于没能控制住内心的冲动 对着面前的大树开始无差别打击 肆意地宣泄着情绪 直到大树被轰地倒在了地上 羞愤的哭声刚要传出 这时脑海中一道声音突然出现 我青龙古国的后人都如你这般没有志气吗 这时就在萧尘四处张望寻找声音来源时 位于脖子上的项链突然发出耀眼光芒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息便席卷了大地 带到气息散去 一道掌有龙角的威鹅身影便映入了眼睛 怎么 后人已经将老夫遗忘了 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 竟被一个老头当街训斥 然而当他看清来人长相后却不怒返笑 原来项链中出现的人 正是家里庭院中央摆放的雕像本尊 青龙古国的开国老祖青龙上人 练出祖先后萧尘紧忙赴身行礼 随即听着老祖对他刚刚举动的不满话语 一时间投血上涌的他进口出狂言反过来质问老祖 宁可是半只脚踏入至尊的强者 看到君逍遥如此放肆 您为何不出手将其当场震杀呢 听到这里青龙老祖虽然内心不满 但还是对着面前这位家族未来继承者耐心解释起来 先不说老夫如今的实力已经不足巅峰期的十分之一 光是那君逍遥君家神子灵号序列的身份 就不是我们青龙古国可以招惹 就在不久前君家老祖刚出手 斩杀了和我同境界的幽龙至尊 君家代代都出疯子 若是听了你的话对他出神 付出半日青龙古国就会被君家移为平地 这时看着一脸为废的萧尘 老祖微微一笑称赞萧尘乃是青龙古国的气韵之子 老夫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青天画龙不破不利 老夫今日便把青龙画天诀传授给你 只要将其修炼大成 君逍遥今日给你的羞辱你一定可以百倍奉 数月后画面来到朱雀皇宫内院 看着面前正盘坐修炼的君逍遥 拜愿忍不住发出惊叹 感慨神子短短数月境界就已经来到了神桥境大圆满 这修炼速度还真是让人叹息极度 然而君灵龙却没这么想 可能只有他才知道这种修炼速度对于君逍遥已经算是慢了 恐怕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路线见绝上 不久后伴着君逍遥双眼微睁 君灵龙便开始步入正体 刚刚收到君家传信 是将剑公子寄来的消息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的脑海中先是一堆问号缓弯略 紧接着一个长有浓黑眉毛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脑海中 而看着君逍遥点了下头 君灵龙这才敢将密令打开查看 神子敬起 南原道州异象显露有至尊气息弥漫 若无意外当为原天至尊密藏出世 特此告知 仗剑静上 听得信中那过分尊敬的语气让君逍遥不禁感到一阵困 直到听了君灵龙的解释 可能是因为蓝青雅的事 君仗剑才领了君逍遥一份人情 这才恍然大悟 那么既然这样族兄的好义我便收下 说完又把目光看向败玉儿询问其父亲撞往 回公子 父王吃了不死药后身体已无大碍 现在正借助着不死药的药效尝试突破圣经 听到这里君逍遥也没强迫败玉儿一起跟随他去南原岛州 只是嘱咐了玉儿他走以后若有事随时传信给灵龙 我君逍遥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欺负的 这里是三千道州昆州 又被称为地狱平级流寇横起 妖兽掠天的仪器之点 少年初登这片荒芜之地 漫天飞兽吹响的衣角 目光扫尸的一瞬间突然开始聚焦 手臂向后蓄力减 一股蓝色能量自首掌复快四步 下一秒青天四龙首五个字便被萧尘喊住 待到我地之时 妖兽已被一分为二生机全无 不错 能在短短数月就将青天化龙爵修炼到第四处 修为更是提升到了神桥境中期 不愧是我青龙谷国的国运之子 听到夸赞萧尘本想表达谦逊拜谢老祖馈责 不料却被一阵马蹄声突然打断 嘿嘿 美人往哪跑 在昆州范围内还没有人能摆脱我们魔狼道的追击 此刻不远处萧尘已然也听到了盗贼的自爆名号 并且经过老祖判断他们的头领实力已经达到了归翼锦 而这一境界正是突破神桥境后的下一个大境界 不明白此人已有如此实力为何作否 让萧尘对着头领露出了鄙视的神情 但在场的所有人可能都想不到 劫匪此刻追逐的美人如果不是无法动用修为 他们的人头或许早已增加 美人 你还是老实跟我回家吧 话应当落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笔直地落在了头领的正前方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未知一景 然而当萧尘露出那副乳锈未干的面容之后 这才惹得劫匪们开始哈哈大笑 哪里来的毛头小子敢管我们魔狼帮的事 识相地赶紧滚否则 然而还没等头领的话说完 萧尘的拳头已然来到了他面前 根本没看清萧尘是什么时候动手 而随着青天化龙爵的再次试诈 仅仅是一个照面 周身五米开外便以视横遍野气息全无 一套动作下来萧尘这才注意到了身后之 可他也没想到自己随手打抱不平就 薄杀之后藏着的竟是一张世间罕见的绝世容颜 英雄救美本想一走了之 却被藏在身体中的老祖一语惊醒 听说了此女竟然可以瞒得过至尊强者的探查 身上必有重保护体身份肯定尊贵 因此萧尘便立刻修正了态度 并邀请女孩剩下的路一起同行以保护她的安全 因为萧尘刚刚才继承了老祖的绝世神头 一路上遇到妖兽根本用不上女孩动手 这也让女孩慢慢接受了这个意外遇到的荒谬 夜晚十分寂静无声 只有一丝丝火焰燃烧的声响围绕在两人身边 伴随着萧尘把刚烤好的鸡腿递给了女孩 头杀摘下 当女孩露出真容的一瞬间 那一抹火光硬衬着的绝世容颜不禁让萧尘脸色骤然变化 这尴尬一幕也惹得女孩无嘴偷笑 等萧尘反应过来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只是想起了那复兴的未婚妻没有别的意思情谅解 而随着两人敞开心扉聊了几个时辰之后 只见女孩突然愤怒起身 那驾驶就是要替萧尘去找她口中所谓的世家功夫报道 随即听着萧尘的委婉拒绝更是怒火中烧 下一秒一道令萧尘欢喜的话便传进了阿宋 萧尘你记住不管那世家子弟是谁我都无损 如果让我知道那家伙还敢继续仗势七人 我五明月定要让她知道什么叫后 听到这里萧尘表面上还在劝五明月萧萧气 实则内心早就乐开了 暗自窃喜这下有了盘武神朝的长公主相中 君萧尧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另外一边只见君萧尧一个喷嚏突然打了出来 她喵的是谁在暗地里骂我真是佛 这事伴着君灵龙的小口微开 可看九龙玉年飞车之外 一座庞大宏伟的岛屿便映入了眼睛 四肢神鹿齐鸣狂风骤起 君家的先前部队已经做好了迎接准备 脚步倾抬君萧尧缓慢走下了叫态 君家子弟拜见神子 这时君萧尧显然也认出了为首之人 就是和他曾有些过节的君家帝时序列军杖剑 但他却像似不计的两人的恩怨一样让几人伏笔多了 都是君家子弟不要太过生活 见此情形君杖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趁着热乎近紧忙开始了介绍 此人乃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人 话音刚落听着老道的恭维之词 君萧尧也明白了此人的身份 定然是在道极天宗宗主之上 随即也不敢怠慢连忙回问 老道早已为神子安排好了诸所这边请问 他颜值不仅让六十岁大叔都记得 恨自己不是女儿生否则定要给他生猴子 还让一群美女为他心脏骤停 心生爱意陶克也要看他一眼 他就是被地球人称为君妖子的君家神子君萧尧 但此时他却没有心情理会身后那些生 从君杖剑的口中得知 这次君家前来探查天元至尊密藏的还有君万杰 而那被称为君家第五序列拥有雷杰战体的俗兄 也正是对君逍遥零号序列身份最反对的人 与此同时在道极天宗的一间客房内 君万杰正盘膝打坐运行功法 只见其周身雷光闪烁却伤不了他分毫 就在雷影即将炸裂的一瞬间双眼突然睁开 原来是君万杰的追随者黑土前来汇报情报 而听说了君逍遥也来到了道极天宗 君万杰忍不住开始吐槽起了君杖剑填勾恶行 剑状黑土连忙附和着表示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子 怎能和大人名相对 没有谁生外便理应高高在身 看着吧 我会向君家证明一切 另外一边位于红州的祖龙朝内 只见一道娇小身影正向的一处悬崖边走去 再来到边缘的遗产 一道庞大巍峨的龙影并突然自水中蹦发而出 然而小女孩见到青龙不仅没害怕反而异常星系 原来小女孩正是苍龙古皇之后龙女龙碧池 面前的青龙就是她的老祖 此次将龙碧池叫来的目的就是要她前去天元至尊密藏 夺回族内丢失的远古龙 并且还特意嘱咐了一定要注意君逍遥 然而龙碧池听到这里却丝毫没把君逍遥放给人 有的老祖不免发出一声叹息刚要出言训斥 可龙碧池根本没给老祖机会 行李告别后便转身离开了原地 画面转到另一边 同样因为老祖的灵魂附身存在 青龙谷国大皇子肖晨也得知了天元至尊密藏的消息 夺取远古龙谷自然也成了她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随即她便没有犹豫 在和明月公主告别之后 便静止地朝着道极天中飞去 就在骑上飞鸟的一刻 又突然回头叫住了明月 终有一日我会亲自去盘武神朝群 我肖晨说话算数 绝不食言 说完便潇洒转身向着远处及时而去 可五明月听完后面色微红尖又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这小子不说什么呢 我们之间终究是不可能的 还一天到现在已经打了五百个哈气 等待秘境开启让他不敢入睡连茶叶都要喝光了 百无聊赖之际性格侍女提醒还毛色顿开 公子不是要学琴吗 正巧此次雪皇大人也再不如向他讨教一下 听到这里君逍遥紧忙将目光转向了足媚君雪皇身上 见状雪皇也表达了自己的确精通些情义 但相比于线武情宗的娇女们还是不值得一提 话音刚落没想到那平时高高在上的君家神子 竟直接来到了雪皇身边露出一副讨好逆人的神情来 以至于让众人都忍不住开始唤醒 难道神子平时是个逗逼 只有战斗的时候才会正经起来 然而君玲龙却早就对此习以为常 当下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了桌子上即将被喝光的茶水上 不久后画面来到街上一家茶馆内 面对着店家对客户异常热情的销售态度 在即将把他家的茶叶夸上天使 君玲龙直接拿出了一打紫钱让他赶紧闭上了嘴 可就在这时茶叶竟被一只大手突然按了下来 抱歉 这万年份的清新灵茶我要了 说完那人本以为君玲龙会因此恼火甚至忍不住对他出事 却没想到换来的竟是一张极其平淡的脸 老板 能告诉我还有哪里卖这种万年灵茶吗 这条街的灵茶我全都要了 听到这里君玲龙是真的忍不住 直接对着来人拘了一躬那架势就像参加葬礼一般 因为他已经从来人身上看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故人影子 如此挑衅君家贵女 你是不想活了吗 话音刚落只见来人目光转一间 下一秒直接闪现跃到了五米开外 但君杖剑也没去追他 只是提醒君玲龙此人乃是君万劫的追随者黑图 是故意针对你的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此时黑图显然也认出了来人乃是君家第十序列君杖剑 随即便忍不住开始嘲讽 听说你因为那个女人被君逍遥揍了一躲 如今沦为了她的舔狗 我看这样应该是真的了哈哈 说完反观君杖剑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脚步轻一间 还没等黑图做出防御姿势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锋利的剑人落在脖子上 让黑图明白了自己和君家第十序列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而就在君杖剑即将挥舞宝剑时 一股无形威压突然将他全部笼罩使其动弹不得 你好歹也是君家第十序列 如今却像条狗一样对君玲龙摇尾了 如此自甘堕落不如趁早卸下序列身份你看弱 听着君万杰挑衅的话让君杖剑忍不住对着天空咆哮你到底想做什么 话音刚落只见君万杰突然露出邪魅一笑 紧接着右手排起尖竖到雷影形成的一刹 一道话语也团进了君杖剑的耳中 做什么 稍微教训一下不成器的足地霸了这里有够吗 这万十克追究雷霆之怒 剑斩惊雷躲过致命一击 感受着体内残余的雷霆之力让君杖剑内心震满 仅是一招雷弓密法威力竟如此恐怖如斯 但同为君家序列君杖剑还是顶着压力 看向上方呵斥君万杰你想同是操哥吗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句警告 回去告诉君逍遥让他以后做事低调的 话音刚落就连君万杰手下黑土也过来凑起了热 告诉你们家神子 我家大人才是君家新一代的顶娘柱 说完两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剑撞君杖剑这才松了口气听着君灵龙的询问 回头看向君灵龙时差那间自己的心仿佛都要碎了 我挨揍的时候这女人居然还在给神子买茶 可想归想他还是把剑收回了墙 表示自己没什么事只是身体还有点麻烦 而听着君灵龙问自己要不要将此事告诉神子时 想到君逍遥断不会善罢甘休 君杖剑还是建议两人不要生仗 密藏开启在即还是不要内斗的好 不久后就在两人回到住所前屋内突然传出异想 极其难听的声音让两人在原地驻足了许景 直到君杖剑忍不住问君灵龙可知这是何意 君灵龙猜测可能是神子在练起 打开房门后证明了果然还是玲龙了解君逍遥 而见到两人回来君逍遥本想 却要自己的情意已经出见证 下一秒眼神微凝间 还没等两人做出解释 来到君杖剑身前直接抓住了她的手臂 你和谁打架了 君逍遥问出此话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以她的实力见到君逍遥回来时 便看出了她体内的雷霆之力已经渗透进了经脉 如果不立刻处理 丁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内伤 随即君逍遥也没犹豫 只是让君逍遥把牙关咬紧 紧接着一股磅礴之力瞬间涌入到了体内 伴随着残余的雷霆之力被慢慢驱逐 君逍遥这才明白 如果不是神子自己可能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不久后随着君逍遥用灵器将君逍遥的经脉全部疏通 还没等君逍遥磕磕头致谢 便再次传来的君逍遥的问话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好了再回答 是谁伤了你 与子同时在另外一边君万杰的住所 此刻小弟黑土还在捧臭脚表路中心 可就在君万杰自认君逍遥要是稍微有点短 就会选择在密藏开启之后找踏实 但随着一股恐怖威压突然降临 君万杰眉头紧促间 直接带着黑土通过窗户向着屋外逃去 只见屋外一道庞大的金色手挡 已然到达了住所上头 下一秒直接引飞不拉手提示 将整个楼宇全部拟走 我这人啊 从来不计隔夜仇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都会当场打回救 IT手下仆人讨要说 却被对方用稍作惩戒为友 而且还反过来嘲讽男孩没封度 不配神子之称 不曾想神子听了警示微微一笑 紧接着就在电光火时间 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君逍遥的手便 也按在了君万杰的仆人黑土脸上 下一秒 鼓劲爆发直接向着地面大力砸去 恐怖威压瞬间拢到整片天 而让君万杰更为震怒的 还是君逍遥接下来说出来 放心我只是稍作惩戒没杀他 想必以足凶的风度 肯定不会怪罪的事 发音刚落体见君万杰周身已然雷光闪睡 下一秒直接使出绝绝八荒 金雷掌对着君逍遥正面疯去 却没想到君逍遥仅仅是将胳膊缓慢抬起 两人手掌接触的一刹那 一股催哭拉朽之力瞬间传出 直接将君万杰正面轰飞了出去 这时身后黑土的咆哮声突然传出 黑雾弥漫间竟想用献祭的邪术对付君逍遥 然而事实就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 随着君逍遥的眼神转移到黑土身上 刹那间一道金色能量链条 直接贯穿了黑土的身体 随即在君逍遥喊出地狱伦如四个之后 一股不可抗拒的吸扯力便瞬间将黑土吸进了猫气队 这下也将回过神来的君万杰撤住机密 此刻雷电仿不如他的兵器一般随意调动 我修至尊法身具雷杰战体 当替天行法掌控万道雷杰 八雷进卷 光雷神 可即便面对如此雷霆一击 却只换来了君逍遥一剧夜来 万道金剑汇聚转眼间便形成了一道金色剧 随着君逍遥默念出真龙困天数五个字后 大手一挥 双方攻击正面相撞 只见君万杰的瞳孔瞬间怒争 自己一意为傲的绝世功法就这样被残忍你了 承受攻击的君万杰倒向地面生死不明 罗尼亚 是什么给你的自信来惹怒 人刚刚经历一场旷世大战 战败的屈辱感让他隐恨凶 又是不可抵抗的一脚踢在了自己身上 直到敢说自己如同垃圾一般可以被人随意丢弃 这一刻才终于明白 眼前之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而且他今年才只有十岁 战斗的声响很快便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注意 有人甚至已经开始猜测是君家内斗搞出来的动静 剑撞军杖剑紧忙向着神子传音 表示为了不让君家被嘲笑 还请速战速决抓紧彻离 手掌微曲轻轻叹出 堂堂君家序列高手就这样被耻辱地拎起了脑袋 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懒此气活 你我本是同族理应同仇敌开共进屯 奈何你小肚鸡肠还愿意装逼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臣服于我做我的奴隶或者死 你选吧 听到这里君万杰本想起身保住自尊 不料君逍遥仅仅是将威压略威势 一句跪下传出 无形中的气势便已冲破了君万杰内心的平常 随着君逍遥三秒钟的考虑时间命令下 无数道画面不自觉地开始在君万杰的脑海中闪 直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突然出现 一生哥哥让他直接控制住了内心的冲动 君万杰愿臣服公子 此生此事万死不死 见此情形君逍遥也没有任何废物 手中灵光突然炸现 静止地朝着君万杰脑门按了上去 而伴随着奴隐缓慢成行 也预示着现在只需要君逍遥一个念头就可以将其震杀 此刻的君万杰也终于放下了自尊 表示自己在下界还有个魅力 当初他曾承诺妹妹一定会带她回到仙玉 然而上界的九天仙玉和下界的十方大陆 之间的壁垒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跨越的宏宏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君逍遥仅仅用了一个以后可以帮助他的沉默 竟把君万杰感动得痛哭流停 黑欲军家内斗爆发 种种传言瞬间弥漫而开 就连奴仆侍女都看不下去 然而君灵龙想说的却并不是君逍遥内斗的事 而是当这一样在之前曾被君逍遥收服的君杖界面前 劝戒神子以后再遇到挑战的事不要再高举轻放 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怜悯别人就是在给自己埋坑 无论是刚刚战败的君万杰或者是之前的蓝清雅事件 都给世人传达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君家神子是个仁慈的人 即便招惹了也不会被杀甚至运气好还可以获得利用 因此以后来找世的人只怕会越来越多 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收啊 那个黑小子不是被干掉了吗 听完君逍遥的回答君灵龙还想出言劝解 突然又被神子一句给你讲个故事把掖了回去 从前有个少年自幼无父无母被算命瞎子收养孤苦无依 有一次他曾因为救助溺水儿童 反被埋怨自己就是推人入水的凶手还让人打了一顿 可就在男孩觉得委屈时 算命先生却又问他如果再次遇到这样的事还会伸出援手 得到的回答竟还是肯定的 如果那儿童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被撞死或者再次溺水 自己肯定会拍手叫好 但要是发生眼前他还是不会袖手旁观 如此才会心安 在算命瞎子口中能顺从自己内心的行动而自由活动 便被人们称为逍遥 终有一日你会因此受到上天倦寡 从而站上世界巅峰 听到这里当君灵龙询问你该不会说这个孩子是哪是 君逍遥又用言语旁塞了过去 表示即便我杀了曾存心无忌 在这大争之事也不会让那些天骄打气 我留他们一命不是因为我仁慈 而是这样做令我很爽 我明逍遥若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还算什么逍遥 神子的一戏话顿时让君灵龙毛色顿开 而就在主仆几人聊天时 位于不远处的高坛内 一名男子正眺望远方 君逍遥三个字缓慢地从口中流出 天仙玉 天天到太原灵道体的无数顶级天才江家 剑魔转是同辈无人出其左右的叶不成叶家 此刻名贯天下的玉三家 却沦为了人们谈论的效果 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才发生在南天城的君家内斗 而说起了玉三家 大家都不由地将目光锁定在了鸡旋身上 表示鸡家想当年也曾位列玉三家之一 对内斗之事该做何感想 换来的却是鸡旋微微一笑堂塞而开 鸡旋文文儒雅的性格让众人不免发出叹气 想当年您也是击败过君家序列的人 没想到如今不仅没有骄傲法而更加谦选 真不愧被称为圣灵书院的小圣人 听完大家的追捧鸡旋表面上笑嘻嘻 实则内心早已把他们当成了蠢 和君逍遥争锋明显不是他的目符 此行进入天元秘藏内 如果能得到那样东西 他就能战赏年轻一代的颠奉 到那时还何须在意什么玉三家了 与此人是一道荒 气息从天而降 惹来大荒森林无数妖兽为官 就连玉三家为首的各个势力长老 也被惊动来道歉 大家很快便看出了这次天元秘藏似乎 里面散发出的黑气和抑郁的飞暗物质 竟大致相对 话音刚落便惹来了青龙长老的嘲讽 扬言你们君家要是怕了 可以当个缩头乌龟就好 你这青皮尼丘是想不纳黑皮尼丘的后肠吗 君家长老的这句话 显然已经触控到了青龙长老的逆力 刚想动手 幸好将家长老出言阻止 这才就此做 要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别的是 这次历练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当然要继续 如果遇到点困难就退缩 那以后地路开启 这些天骄就也不必参加了 而此时看着不远处那股阴暗宏伟的能量链条 君逍遥几人已经坐不住 这是一道光柱突然自城中射向的空众 成形之后映入眼帘的镜是一面镜子 而这面镜子正是君家的补圣兵关天井 用来让君家长老们观看君家弟子在密藏内的 伴着关天井出现众位各方势力的长老佛颖也出现在 表示天园秘藏已经开启 不朽道统封天锁地老一辈修饰不得入面 此次秘藏凶险万分实力弱者未保性命因时去离开 现在我宣布 天园秘藏正式开启 话应当落伴着君逍遥一句出发 麾下四大护卫应声而动 然后君逍遥的一句话更是振奋了大家的心 你们给我听好了 这次就让这荒天仙玉的所有人 来真正见识见识我们君家年轻一代的实力 遵秘藏开启无数强者蜂拥而上 先遇江家寄出法器灵船 展示大家族抵御领先姿态是不可挡 被撞飞的散修们只能选择同仇敌卡 想要一起出手来击败江家灵船的攻势 这时只见人群中一个白衣少年突然多一次 飞略江家灵船上空这才停下了走 精准落在了船的甲板上 而随着君逍遥抬起头的一刹 一道话语也同时传进了众人耳中 呦 这不是小姨吗 需要帮忙吗 目光所及之处还没等江圣一做出答复 只见君逍遥已经回头看向了君玲珑 收到指令的玲珑也没有任何有意 跳下船之后 一路上披荆斩棘将一众臭鱼烂虾全部击退你了 见状君逍遥这才满意地露出了笑容 但江圣一的注意力却丝毫没放在君玲珑身上 君家第十序列君杖剑 第七序列君雪皇 第五序列君万剑 看到这里让小姨江圣一也不免发出叹息 十岁宴上出席的三位序列竟都跟随在他身边 看来我这外甥已经大事出城了 话音刚落只见前方战场忽然一鸣 紧接着被轰飞的君玲珑便映入了众人眼中 直到玲珑稳住了身心 捂着右臂的伤口这才发现 刚刚对他发出攻击的竟然是鬼面人熊 而且看那架是鬼面人熊已经进入了狂暴状态 此刻的他修为已然堪比一个神桥境大后期的人类实验 这时君玲珑也听到了后方君逍遥发出 打不过我随时来救你残疑 让君玲珑面色一黑直接拒绝了逍遥的好 整顿衣衫起脸龙再次奔着鬼面人熊冲去 眼看着鬼熊举起猎肘 发出雷霆之怒大力朝着前方拍去 只见君玲珑利用身法壁骑锋芒来到了鬼熊身后 手掌微躯又骤然紧握 下一秒直接对着鬼面人熊就是一局 剧烈的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片天地 烟雾散去只留下了鬼熊的尸体躺在地上 这雷霆一击不免惹得在场众人发出惊叹 听说此女仅仅是君家神子的侍女而已 这与三家之首的实力如此恐怖如斯吗 而话音之外步伐有明眼人也看到了其他强者的身影 同样以一击之力击败了挡路妖兽 正是被称为鸡家的小圣人鸡血 手指偏移在转到另外一处战场 一个身穿斗笠遮盖面容之人 也是稍一用力便击退了白犯妖兽 但不同的是大家都不认识发出攻击的人是谁 唯独君逍遥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微微一笑 有熟人来了呀 天元至尊秘境这下该热闹 手擎天召唤名神手 黑乎拉朽顺秒太古凶手 装逼之势让众多粉丝眼前一亮 可等了一周就让我们看一套连招 就算是小白我也要发发牢骚了 就在当刚听着君逍遥说他看到了熟人 君杖剑急忙开始捧臭警 表示他也同样看到了熟人 便是和他有过一战的小圣人鸡血 那一战以鸡血胜出告终 至此这小子就开始到处扬眼 自己战胜了君家序列真是可不 然而就在两人对话间位于飞船的下方 消沉目光紧紧地锁定在君逍遥身上 嘴里念叨了一句随即略微偏了偏头 在其身后不远处一个头戴白纱帽的女子 赫然出现在了他眼中 那一副翠绿色的眼睛目露凶忙 更是让他坚定了信心 几个时辰后飞船停留在了一处巨大裂缝正上望 按照江圣一的推断 此次天元至尊密藏应该就在裂缝之内 而随着飞船缓慢开始顺着裂缝下降 一股股一变后的黑雾竟自动压制住了众人的气息 看着大家正运功抵御 唯独君逍遥自己一脸问候 后来听着江圣一解释才认 原来是因为君逍遥身怀荒谷圣体 至阳至刚斜碎不轻 所以才会没有任何的 这时伴着飞船逐渐接近裂缝身处 那一股股一变 飞雾突然开始盗 紧接着在军杖舰拿出宝剑的遗产 飞雾散去一道巨大的怪兽身影 便直愣愣地朝着飞船行 江江护卫们很快认出了怪物身份 乃是堪比归一境实力的太古一种恶魔员 而同时随着恶魔员的出现 也同样吸引了秘境外的各个家族 开始焦头接耳 你们君家的神子怕是要有罚犯 话音刚落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君家长老的微微一笑 与此同时秘境内军杖剑和军雪皇 已经动起了手 对着恶魔员纷纷使出了必杀戟 可由于境界相差太多 恶魔员仅仅是用力挥出一掌 便将两人一同轰飞伤退 眼看着恶魔员就是不想让飞船靠近秘境 没办法君逍遥只能选择了出手 伴随着一道道金色光芒开始规矩 成型的一瞬间便突然自君逍遥手中迸发而出 目标直指恶魔员的脑袋 接触的一刹那瞬间爆炸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战斗结束时 君逍遥却突然命令大家后退 紧接着众人便看到了烟雾散去 浑身开始散发暗红气息的恶魔员目露凶光 下一秒在其头角处暗红能量骤然汇聚 一将一刹那攻击直奔逍遥而来 可即便是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击 也仅仅是让君逍遥抬起了一个胳膊 神像镇运剑 名神守护 话音刚落只见一道金色名神赫然出现在了空中挡住了攻击 震慑住恶魔员的同时 君逍遥的身影已经顺移到了恶魔员邪上方 随着一具人亡印脱口而出 当恶魔员看到金色光芒的时候 蒋桃已经晚了 神封铸就太古凶兽坟墓 一息之力彰显仙玉君家威名 令众多天才望洋兴叹的不是别人 正是身怀荒谷圣体 仙玉玉三家之首君家神子君逍遥 此刻出现在身后的气息让逍遥背感熟悉 所以在承认了自己就是君逍遥后 又反过来问起了女孩你又是何人 祖龙朝仓龙族 龙碧池 此话一出便惹得君逍遥一阵无语 表示你父母跟你有仇吗 是多么讨厌你才会得引起这个名字 这时还没得龙碧池做出回应 一道惊眉突然从天而降 带到烟雾散去 和龙碧池同样是太古一种的九头狮子 便出现在了誓言 可他刚一出现就扬言要让君逍遥做自己追随者 惹得两人都是一脸问号无语迷厌 紧接着一阵狂风又骤然袭来 下一秒一道嘲讽声便由吞天雀脱口 人族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追随者 能成为餐桌上的食物已经是他们的荣幸 然而君逍遥听到他说的话根本没打算搭理 只是偏过头问龙碧池 你们太古兽族扯过这么多吗 显然吞天雀也听到了君逍遥的吵吼 怒骂一声直接释放出了黑灵剑雨处的逍遥袭来 反观逍遥背后恶魔之意呼之欲处 在剑雨即将近身时 赤膀开始快速旋转 将来犯攻击全部倒下 吞天雀的权力一击就这样被轻描淡写化解而开 而相比于吞天雀的震惊 九头狮子显然也没见过他吃饼的样子 便抓住机会开始落井下石 这时身后的飞船上一道船音也进入了逍遥耳中 逍遥你不要胡乱 九头狮子乃是九龄元胜之后 吞天雀一族喜欢吃人肉都是出了名的 你单独对上他们太危险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可小姨关心的话却仅仅是让君逍遥微微一笑 大声回应江圣一不用紧张 两头畜生焉能翻天 话音刚落这下也彻底激怒了吞天雀 戏势全开施展出流星火雨再次向了逍遥席卷来 然而目光所及君逍遥的身影已经消失不尽 待到他摆过来时背后也 根本没时间做出抵抗 一记手刀下去 只留下了一张冷漠苦涂的脸 可一颗被割断的吞天雀投入 此刻场面突然陷入一阵静谜中 直到吞天雀的脑袋落在了九头狮子身前 一道话语这才从九头狮子口中传了说 这侧瞄的就是传说中的秒杀吗 在古兽人族从对天启示永不为语 最强大的实力面前都是地理 就在当当 太古一种九头狮子亲眼目睹的君逍遥击杀吞天雀的雷挺手 神子展现出的实力让他忍不住冷汗直流 然而就在君逍遥转头面向他 要让九头狮子做自己的坐骑时 只见九头狮子像似被触碰逆临一般 二话不说长吸了一口气 直接对着君逍遥吼去 狮后宫弓强大的气势不仅让逍遥感到意外 就连身旁看热闹的众人也被牵连 感叹着这根本就不是神桥竟该有的战斗 力爪变红去力直奔君逍遥而去 要战便战 九头狮子绝不为奴 话言当落伴着一击众拳挥出 君逍遥侧身灵桥躲 下一秒又是一拳再次轰向逍遥的马 此刻一旁观战的龙地石突然道出了九头狮子暴怒的力 原来九头狮子一族祖先曾被大地度化成为了坐骑 所以他们才将坐骑二字当作吃辱客的心 很显然君逍遥已经触碰了九头狮子的逆力 此时九头狮子周身开始散发层层火焰 剑状神子也笑了笑汇聚伦 创方神通一触即发正面对风 接触的一刹那两股能量交会剑 剧烈的爆炸声瞬间传出 直到逍遥被轰飞了数米这才安静下 眼看着烟雾中那道身影缓慢走 九个头颅同时闪现而出 就要对着神子使出致命一击 只见君逍遥沉声默念了一句兵法剧 下一秒无数道剑与便分别将九个头颅层层包围 一字斩命令颇口而出 就看见电光火时间战斗已然结束 只留下一句倒在地上满身伤痕的九头狮子伸去 脚步声再次传出 此刻九头狮子也终于明白 面前之人的实力根本不是他可以对抗 我再问你一遍 你可愿当我做起 话音当落不了逍遥听到的回复竟是一个管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句管饭马便传了出来 随即只见君逍遥大手一挥怒喝出声 午菜一汤保证你顿顿有肉 至此一代太古一种九头狮子就这样被驯服 惹得船上笑声频频发出 我这小外甥还真有两下子 是文明太古一荒兽九头狮子 如今却给一个十岁少年当了作解 惹得同为太古一种的小龙女大肆嘲讽 换来的竟是神子一句不服就敢 龙昊天就是我杀的 现在你可以来报仇了 龙碧池听完君逍遥的话却不以为然 表示看自己的毛发颜色就知道和他根本不是一脉 但在龙族他还有一个妖孽哥 如果你想打架我可以帮你们约一下 君逍遥听完本不打算理会转身一走了之 又被龙碧池的言语挑衅停下了者 怎么我说错了吗 团说中的君家神子 其实和在场那些像狗一样未夺宝物相互厮杀的传托 本质上其实也没什么两点 太让我失望了 面对挑衅君逍遥也没有急着动手 只是将目光落在了龙碧池身上 眼神缓慢变得阴沉刚发出一声邪笑 忽然又被不远处的尖叫声打断了情绪 快看那是至尊秘藏的入口 他终于开启 见状君逍遥只能笑了一下放弃了杀戮念头 系统签到任务没有任何提醒 显然是需要进入秘藏内签到 随即便紧忙叫来了足兄足警 和江家小姨集合成了临时战队向的秘藏大能走 路过龙碧池时 君逍遥甚至都没多看他意义 因为在他的心里此人已经死一半了 此刻各方势力蜂拥而至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抢先进入秘藏 望着人脑袋打成狗脑袋的混乱场面 一个大胆想法突然闪现在龙碧池的脑海中 战蓝色秀发无风自动 一把长剑掏出的一刹呢 天空中只见一道亮光骤然炸现 下一秒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片天地 待到烟雾散去 只见龙碧池站在秘藏大门处笑几 今日刻马 诸位请回 话音刚落便看见大门上方时必露出道道列 爆炸碎裂成了无数块巨石 直接将秘藏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 此情此景斗的秘藏外个大家族的长老们都笑出了声 但同时又纷纷开始担忧 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此次秘藏到底有多凶险 画面来到秘藏通道内 最先进入大门的先头部队 但闻到了一阵特殊气味后 一些人竟突然开始面部涨红双眼不满血丝 全身开始散发黑气邪叫出声 那架势犹如丧尸一般直奔大部队而来 如入侵丧尸爆发 曾经的同仁此刻都变成了仇家 手足相残一个接一个地被传染 恐慌的情绪让大家绝望发出最后的哀嚎 这时数到金光骤然乍现 一个十岁神童竟竟竟竟用了一只手 就将邪物全部抹杀 没错 他不是别人正式逼王军家神子君逍遥 劫后余生众人为了减条命纷纷喝彩 然而看到君逍遥呆入目击的神情后 又整齐画一的全部闭上了 我说你们实力不够就别进一季来送死 难道你们是把这里当春游地点吗 画音刚落看着大家惊恐的神子 让君逍遥不免想到了进入一季前 依据滚开指令发出 人群立刻分散形成了一条通道 攻军逍遥行走 这齐刷刷的一幕不禁让君逍遥心中暗自窃喜 感慨当坏人的感觉果真是爽翻天啊 没过多久在通道的尽头 一个庞大无比的地宫便出现在了眼前 看样子在他们没来之前 这里已经经历过一场残忍厮杀 感受着每个洞口熟悉的气息 君逍遥探查后便发现 是萧尘和鸡旋分别进入了各自通道 天过头看向军杖剑 表示曾和你有过节的鸡旋往那边去 话还没说完 只见军杖剑已经动身向了通道充去 而为了保险起见 萧尧又嘱咐军选 让他跟在军杖剑身后有情况立刻传音 紧接着目光又落在军万劫身上 你和玲珑的任务就是去这个通道追个人 玲珑认识那个臭小子 还没等君玲珑发出疑惑声音 君逍遥一句给你的好姐妹整点礼物回去 就让君玲珑明白了神子用意死在 而当众人都走后 就只剩下一男一女一狮子留在了 可虽然君逍遥和江圣一是亲属关系 但双方久不见面孤男寡女共处一世场面 便陷入尴尬中 幸好君逍遥大大咧咧没有多想 扬言要带着小姨随便到处走走 这才还走气 于子龙池位于遗迹的另一 单独行动的龙碧池在走进一处洞穴后 点亮火把还没走多远 一道大笑声剑传进了一转 这就是传说中的至尊祖龙 我消沉要发达了 而伴随着龙碧池视线向声音方向 目光的镜头一句 大龙骨恶然出现在了视野中 下一秒一个极度嫌弃的表情 便浮现在了龙碧池里 这令所有龙祖子孙都垂涎欲滴的祖龙骸 他不仅可以让后人脱胎晃离成血 而且就连普通人得到他都能越龙门成为盖世强者 虽然萧尘领先所有人第一个找到了祖龙骸 但仅随而来的祖龙朝龙女却还是发出了警告 表示自己进入密藏的任务就是将祖先请回族内 不管阁下有何图谋还请速速离开 可萧尘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颇天的父母 扬言你这小姑娘太过霸道 未免太过把萧某放在眼里了 萧尘的话惹得龙碧池一脸问好 随即也不想再做多余解释 因为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索性直接爆发出了恐怖威压 目标直奔萧尘而去 而萧尘显然已经提前做好了战斗主 纵身一跃顺身到龙女身前就是一局 不料换来的竟是龙碧池微微一笑 而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件回忆 却将萧尘轰飞了数米这才停下 见此情形附着在萧尘体内的老祖紧忙发出提醒 表示这小妮子修为在你之上 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定会生变 而感受着萧尘体内突然爆发出的熟悉气息 龙碧池正若有所思争大了双眼 萧尘一记苍龙破天拳便已经轰了管 单手硬抗接住攻击 我苍龙族的青天化龙觉 你是从哪里学到的志工 眼看萧尘根本没打算理会自己的问 即将使出青龙撕天手的一刹码 利用技能后摇剑西一脚命中萧尘下了 倒飞而出树米之后 萧尘这才强行稳住了身形 龙碧池的强大让萧尘已经准备要破斧成舟使出命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无数道金色能量链条从天而降 目标直指龙碧池命名 龙女利用身法躲过攻击 发现脸上已被激伤流下了鲜血 带到烟雾散去 脚步声传出的同时 令萧尘惊喜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视野中 明月 你怎么来了 听着萧尘问话明月尴尬的只能选择隐藏真实相 谎称自己听说至尊密藏现实 所以才来凑凑热闹 但此刻龙碧池心里却明白了 能把自己弄伤说明此女已经到达了神桥境后期甚至更高 喂 那个女孩离开了 这里的东西不是你能够染指 听完明月的话龙碧池直接愣 伤口竟然迅速愈合的同时突然露出了争论 我家老祖的遗骨我不能染指留给你们遭残 还真是不要了 是地位尊贵的公主殿下 如今却被一个小屁还喷得无言以对 只因心爱之人苦寻的至尊龙骨 正是女孩先祖遗留在密藏内的骸骨 眼看着明月公主一时雨色停滞不前 萧尘紧忙自身后大吼出声 天元至尊密藏内的宝物都是有能者居之 你祖龙朝想要独吞未免也心也太大了 说完看了看明月似乎又回到了自己身 萧尘目光偏移再次看向龙帝时 要是其他四具远古龙骨自己可以不要 但至尊龙骨是关他日后的修炼 所以定会志在彼 说完又来到明月身边让他不用出手 扬言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靠自己的实力来争取机缘 此话一出顿时让面纱内的明月脸颊骤然变化 然而突如其来的一脚却直接打断了两人的 废话真多呀 你最好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别让我瞧不清 落地秘沙稳住身形后 不讲武德四个字刚从萧尘口中说出 根本来不及做出防御龙帝时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萧尘身体 见状明月只能选择再次出手 无数道经测能量链条瞬间崩发而出 旋转横挪积散了全部攻击 明月这才发现龙帝时使用的武器竟然是练剂 用阻碍神识的面纱遮住面骨 想必是不想暴露身份吧 你是谁我不感兴趣 但你若是要汤这浑水你就数 这时只见萧尘突然从身后偷袭出手 不讲武德在其身上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萧尘大鹤让明月不要被花言巧语轻易迷糊 挥通右手攻击使龙帝时后退让出了一个身位 左手光芒聚集气息层层环绕 绝学青龙是瞬间迸发直奔龙帝时而去 只能发的一声萧尘双眼目睁 就看见龙帝时竟然穿过了攻击闪身来到身前 按着萧尘脑袋力量爆发间大力向地面打去 烟雾消散看着面前龙帝时蔑视一切的目光 这一瞬间的感觉直击了萧尘的痛 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正是自己败给君逍遥的那一场 无形怒吼字体内不断回想 蓝色巨能还亮起将龙帝时弹开 重化的萧尘头发无风自动就要准备拼死一步 幸好明月及时出生将其制止 让他不要动怒表示自己有办法拨住龙帝时 利用这段时间拿走龙骨就可以避免眼泪修杀 话音刚落只见明月周身金光浮现 下一秒直接亮出法宝捆金绳将龙帝时禁锅在门 然而让龙帝时更震惊的却是被哭诉后 发现自己竟然无法调用灵灵 明月见状对着萧尘大口让他抓住机会夺取至尊龙骨 可让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萧尘竟选择忽略了龙骨直接一掌瞬间 冻穿了龙帝时的胸膛 理由就是一旦放在泥潭 自己定会被祖龙朝追杀到 杜绝后患杀人灭息 这才是先遇该有的法 七岁公主殿下为爱转身勇闯至尊密藏 祭出法宝困住敌人只为给心上人流出抢活龙骨的时间 不料男人却被信弃选择了偷袭 为了勇绝后患尽利用龙骨被困想要了他的命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刁臣手起刀落直接贯穿了龙帝时的胸膛 这肮脏又卑劣的手段让明月公主乱在了原地 之前的种种好印象和眼下萧尘表现出的一切产生了鲜明的对斗 这时由于明月心生恻隐之心导致困精神开始松动 龙碧池紧忙抓住机会正开束缚的同时 对着肖臣就是一群 眼看着龙碧池心脏被刺穿了还能有所想法 肖臣闪针瞬间来到龙碧池身前就要割断他的脑袋 不曾想冰死之际龙碧池竟突然笑了起来 那一个闪回脑海中浮现的正是龙碧池的儿时玩伴 你整天好吃懒做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你修行倒是很努力不还是打不过我吗 听着龙碧池的话气得龙傲天牙直痒痒 但打不过却是真的只能用言语法 警告龙碧池早晚会因为这张嘴丧命 龙碧池听完也没在意他的话 只是轻声询问着他每天拼命修炼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站在这个时代的巅峰成为大帝 听完龙傲天的话让龙碧池感到一阵无语 心想这个连自己都打不过的臭小子 竟还在做着成为大帝的美貌 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了这个目标 每天都在挥舞着刀剑夺取他人性命 而这显然是龙碧池最不能理解 这时当龙傲天反过来询问起龙碧池修炼的理由 答案差点惊掉了下来 我修炼的目的就是要环游世界 讲到此处龙碧池的双眼瞬间明亮了起来 那坚定的向往和信念 顿时让龙傲天看入了神脸颊骤骤然病 随即紧忙岔开话题表示 有如此理想就更要努力修炼 否则长大后要是遇到能要你命的人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听到这里只见龙碧池突然微微一笑 而他点出的答案 正是在灵影前他也会狠狠地咬下对方一块肉 人影消失一只蓝色巨龙停通乍血 突如其来的反击直接令萧尘一口鲜血 回过神来急忙迅速凝聚灵力 使出青龙降魔再次和龙碧池正面对方 双方攻击炸开纷纷落上了地狱 眼看着萧尘气息韦泥四眼重伤记忆 龙碧池竟然又开始了嘴见 嘲讽萧尘不论你偷学多少子龙潮风 都不可能真正化成真龙指配当个爬手 这下也彻底激怒了萧尘 手中灵力疯狂闪烁就要向龙碧池发出终极一击 而当明月察觉到了不对劲后 立刻大声提醒萧尘快后退 他要自爆龙园了 然而就在两人提将同归于尽的一刹 一道惊雷冲天而降 直接将两人风退分割了战场 来人正是奉军逍遥之命前来复仇的军家序列军万子 我说这也太可惜了 马上都要奋出胜负了 你为何要在这时不出神 因为我看不惯 如果你君灵龙有意见 竟可以向神父汇报救生 你这里风歌战场当写霸气宝刺 看清本源正是歇欲军家前来驻了 明月公主认出军家子弟的同事 君灵龙却丝毫没有在意 只是看向身旁的巨母 何必呢 就算自爆龙园有那个大小的护人 你也未必能伤了那个臭小子分毫 但至少能毁掉这些龙 说完龙碧池目光天移落在了雷电身影上 听闻此人乃是军家第五序列军万劫之后 巨龙消散幻化成了人形模样小嘴微章 怎么 难道君家也对我家老祖的骨头感兴趣 我们是来找对面那个臭小子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明月公主摇紧拿官 暗自咒骂肖臣你到底有多少个臭家 可龙碧池却突然笑出了声 表示这至尊龙骨蕴含我苍龙一脉的先天道 更是拥有祖龙血脉 就算君家神子来了也不舍得放手 你俩在这装什么不在乎 谁告诉你不在乎 至尊龙骨乃是不可多得的至宝 届时你祖龙巢的一切都会是我君家的 何必在这种地方用下座手段针对你一个小姑娘丢人现眼 听着君万杰指桑骂怀肖臣已经气得牙齿眼 反观龙碧池却露出了几个笑容 直接摊坐在了地上表示龙骨你们可以拿走 但可不可以答应我一对 给那个臭小子狠狠来一巴掌不信 话音当落只见君万杰脚步摩动间 下一秒瞬间以驯雷之势对着肖臣就是一巴掌 速度之快根本没给肖臣反应时间 就被尖端在了地上 明月公主见识不妙急忙出手制止并质问你们君家到底想做什么 而这个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君万杰的理解范畴 只能回头看向了一脸无语的君灵罗 那小子在朱雀谷驳求亲不成 愿望神子通奸被神子打了一顿就是这么紧 听到这里君万杰也无语了 心中怒骂肖臣这个傻缺 他知道神子今年才只有十岁吗 这时看着明月公主对君家的话开始半信半疑 肖臣急忙出言阻止了交谈 手中灵光乍现 挥舞着青龙四天找直奔君万杰而去 可显然君万杰的实力要更胜一筹 面对攻击君万杰只是邪魅一笑 下一秒直接使出了八荒禁绝天雷戟 雷电之力骤然爆发将肖臣全部楼荡 痛苦的嚎叫声瞬间传遍了整座洞穴 眼看着肖臣危在旦夕 明月公主手指微躯光芒浮现 紧接着向后叙利 向前固然发力竖道能量链条直奔君万杰而去 这是盘武神朝的混元散神 然而认出明月公主身份后君万杰不仅没后退法 大笑口声 下一秒直接使出了八荒金雷掌选择和明月正面对攻 带到烟雾散去明月来到了肖臣身旁 此刻她也明白对手强大留在这里只能坐以待 然而当她刚想趁机带着肖臣逃离 君玲珑的身影便突然出现在了眼前 不行啊公主殿下 都说过了我们是来找这小子的没听清楚话 紧接着伴随玲珑一掌空出 带有薄纱的帽子落地声音便传了出来 妖子逼王课堂开课了 孩子咳嗽老不好 多半是恋爱脑 这世上一旦如果有女修长出恋爱脑 无论你修为多高深 身份多高贵 多半你也是废了 有这么恐怖吗 当然恐怖 因为一旦患上此病 你的世界就只剩下了一个 而这个让你轻心付出全部的人 很有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跳往更高处的天哪 所以如果遇到了恋爱脑 没惹到你就尽量躲远点尊重并祝福他们 如果惹到了你 必须揍她一顿下手 一定要狠一点直到揍醒她为止 金光肆意飘散 背驰咬着红唇 君玲珑百思不得其解 明月公主面对自己的攻击不仅选择了正面硬扛 而且还把萧承甩到了安全的点 难道这一切都是神子口中的那个绝症吗 而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君玲珑再次汇聚灵力直奔萧承而去 眼看着明月公主又要准备出手阻断 不曾想君玲珑醉翁之意图再久 来到萧承身前的瞬间突然改变了攻击方向 一脚直接踢中了明月公主的腹部 此刻到飞而出的明月很显然已经因为关心乱了阵间 连君玲珑的虚招实招都看不出来 我说姐妹你眼睛没问题了 你还真看上这小子了 而面对君玲珑的调侃明月面色一红刚响便急 来自萧承的呐喊声突然传出 明月闪开 青龙震膜笑 眼看着萧承偷袭发出致命一击 君玲珑自认此招他肯定挡不住便向后躲了影 紧接着数到雷电从天而降 君杖剑拦住攻击的同时还不忘埋态萧承 你是真喜欢玩偷袭啊 话音刚落脚下地面骤然崩裂 雷光闪烁身影瞬间来到萧承面前 按住了他的鼻子搓向刀口 向着地面大力砸起 眼丑的萧承受伤惹的明月公主尖叫出声 君玲珑连忙在旁边开始煽风点火 看你出招的方式应该是盘武神朝的贵女 难怪这小子会上赶紫巴结你 住口 休要继续侮辱萧承 他对我的好绝非因为我的身份 我们的感情不是你这种思想肮脏的人可以评论 此话一出顿时脸的君玲珑一脸问候 可喵的这世上还真的有这种恋爱忙啊 还本是身份尊贵的公主殿下 如今却被一个侍女当众打了屁股 而且还露了响 原来打她屁股的不是别人 正是连公主的父皇乃至整个盘武神朝都惹不起 先遇君家神子君逍遥的贴身丫鬟 就如刚刚 君玲珑正对着明月公主苦口婆心开始劝说 公主你说萧承不是因为你的身份才对你好 那你可知他得罪的人是谁 没错他惹的人就是我家公子君家神子君逍遥 所以仅凭他一个青龙古国皇子的身份 就算穷极一生也无法触摸到公子的背影 但如果可以拿身为不朽王朝的盘武神朝作为跳舞 想必追上公子背影的几率会大大提升吧 说到这里只见君玲珑突然伸出手掐住了明月的脸颊邪媚一笑 如果你无法帮他对付我家公子 你说他会不会也骂你是劈腿的剑 然后到处编排你呢 话音刚落一旁的萧承显然已经忍不住 发出怒吼的同时利用团阴 就要请求体内的老祖先身替他杀了所有人 这时只见青龙老祖先是抬起头看向了秘境上 随即祖龙朝长老震怒的神情便出现在了眼前 因此老祖只能叛了眼前 表示那些世家长老们正通过观天境注视了这种眼前 若非你执意要杀那龙女我本是可以带你离开 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这时还没等萧承反应过来 君万杰突然闪身来到他身前一把抓起了头发就要动手 而听到明月公主的喊叫雷光闪烁键 直接天降惊雷劈在了明月身上 说话注意点小姑娘 公子或有慈悲心可我君万杰却不是怜香惜玉之 你盘武神朝确定要与我君家为敌吗 此刻君万杰的话显然是击中了明月的内心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面对身为先玉玉三家之首的君家 就连他父皇见了恐怕大气都不敢闯 如今自己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这时一直若有所思的君玲龙却给了他一条生命 因为玲龙想到了神子的荒谷圣体要想觉醒第二一生 随即就看见君玲龙大力拍的下巴掌 挨压万杰公主不要动怒 这本是神子的私人恩怨和盘武神朝其实是没有关联 这莫名其妙的话让君万杰懵逼的一刹 君玲龙看向明月公主紧忙又跟了一句 如果公主你非要救萧尘也不是不可以 就要看身为盘武神朝贵女的你是否愿意去尊将会 话音刚落萧尘突然怒吼出声让明月别管他赶紧逃 换来的却是君万杰的雷霆一击 扑通一下直接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此刻明月公主心里也明白这样下去 他们两个谁都逃不掉 所以便咬了咬牙选择了妥协 见此情形君玲龙的脸在这一刻仿佛都要开花了一般笑说的事 紧接着拿出刘影珠交给君万杰便来到了明月公主身前 表示其实也不需要公主殿下做什么 只是配合自己一下就好 说完便将明月放倒在了自己腿上 深吸了一口气 手掌流上倒下挥舞间 竟然公开大力向着公主的屁股抽打下去 而且这一切还都被君万杰拿着的刘影珠记录了下来 此刻在君万杰对君玲龙内心产生恐惧的一刹 就连蜜镜外的长老们都忍不住笑说的事 还是他们年轻人玩的花呀哈哈 跟重伤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蜜镜之外 之前的凄惨战斗被女孩一笔带了 可男人不知道的是 救出她竟是以女孩的尊严为代价才能活命 想到刚刚君玲龙拿路向威胁她的嘴脸 明月公主看着肖辰面色缓慢红润剑 紧忙调整情绪表示 接下来的路自己无法继续留在你身边了 说到这里明月公主又倒出了一个重瓣消息 那就是等她回到盘武神朝后 她父皇就会招到天下为长公主征婚挑选父母 话音刚落只见肖辰抬起头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坚定目光 明月你放心 届时我会前去打败所有对手 堂堂正正地迎娶你 画面一转此刻身为远古神兽的九头狮子 正一脸嫌弃地看着前方 只见君逍遥在一堆破烂中突然找出了一个词品 那架势就像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一般大叫出手 反观身旁的江圣一开始模仿起了大人模样 让九头狮子不要见怪 毕竟小孩子爱玩了 可他却丝毫没留意自己已经为九头狮子编了九个发型 这时一道道脚步声突然传来 君逍遥闻声回眸的一刹门 一道令他感兴趣的身影便映入了眼 紧接着故作生气地耸了耸肩 质问两人为什么把这个嘴强王者带好了 随后经过了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事情连有 看着储物袋里面的四具龙骨和一具至尊龙骨 这天大的机缘不禁让君逍遥联想起来 这萧臣不会真是什么退婚流男主 可他那怂样子怎么也不可能和隔壁萧炎相提并论 君逍遥看着一直沉思不语的君逍遥还以为他在生气 便急忙表示他只是不想把龙碧池扔在那等死 如果神子要责罚君逍遥一定悉听尊便 话音刚落君逍遥突然灵光一声 戏谑地看着君逍遥非问他是不是相中了龙碧池 惹得君逍遥敢怒不敢言只能连连摇头表示 收回笑容君逍遥起身 目光停留在了龙碧池身上 此刻的龙碧池因心脏受创已经命在旦夕 一条金线引起他注意的同时 听说龙碧池正是因为此物才被活桌封住了修为 竟直接一把扯下装进了自己的储物带着 而作为交换手掌易懂 一颗龙之心突然出现在手中 而君灵龙显然也马上认出了心脏的出处 那正是因挑战君逍遥落败 又被君家老祖命令神子亲自弯出来的龙之心 此后看见的东西竟然会是这样 它是因人而异 所以呈现在龙碧池眼前的那一片花海 伴着翠玲玲的铃声响起 正是曾出现在他梦里无数回的画面 在如此宁静和谐的氛围里 甚至连奈何桥都显得格外清净 看着掉落在手中那一片冥界之际 龙碧池显然也明白了自己可能真的死 跨过奈何桥便可重获新生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人人恐惧的黄泉路竟会是如此的美文美端 而就在龙碧池用心体会美景正享受着这一刻的安静 一道白光突然冲着他袭来 人影与白光分离间 令他目瞪口呆的一幕便发生了 因为袭击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已经去世的儿时玩伴龙傲天 所以说如果刚才还对黄泉路有所误解 那么再见到龙傲天这一刻 他终于相信自己肯定已经身亡了 这时只见龙傲天单手抬起 用了一招小时后的招式再次将龙碧池拍在了地上 我说你这倒霉孩子现在还没看出来我俩的区别吗 你还没到时间来这里 回去吧 去做你想做的那些事别再浪费青春了 说完还没等龙碧池反应过来 随着龙傲天的身影慢慢变得虚幻 再次睁开双眼时 苍龙族长老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 见到龙碧池真的起死回生 苍龙长老先是大笑了一声 随后又紧忙正经起来 抬头看向前方表示 军家救命之恩来日苍龙族定会奉文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换来的回复竟是一句你也没 而生气归生气 想着毕竟是军家救下了龙女 便也没在意只是将龙碧池拉了起来 告知了他昏迷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听完苍龙长老的叙述后 龙碧池立马双手抱拳 本想对着君灵龙醒 君灵龙耸了耸肩紧忙打断了他的动作 救你的人不是我 我只是奉命把你送出来而已 但如今你却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修炼 毕竟那不是你自己的心脏 然而在外人看来 他今后可能就会是个废物 但只有龙碧池心里最轻易 成了废人游历世界大好山河 才真的是他最想要的归宿 画面转到天原密藏身处 鸡拳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最终之地 只见他熟练地触摸了一下机关 下一秒便被传送进去消失在了人 还身为先欲君家地势序列 如今竟被一普通世家子弟一招击退 只因历境中人人苦恼的毒物 却唯独伤不了他分毫 原来他自带圣人王守谷 论天赋实力 即使在众多参与至尊密藏的天台中 也可足以傲视群雄 就在刚刚被誉为圣灵院小圣人的鸡拳 凭借着书院交给他的至尊令牌 轻而易举地便穿过了机关 来到天原至尊密藏身处 正研究着墙壁上的诡异符文 突然察觉到了一丝危险气息 转头看向身后眼神微眯出言喝道 后面的朋友你跟随姬某一路 到现在是还不打算现身吗 话音当落伴着数到毒物链条席卷 黑暗中缓慢走出的那把声音 正是君家地势序列君万劫 在下小四季夺宝贵名也太不迟 且君万劫却压根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此刻他心心念念的只有拔出宝刀 要一血前吃 所以鸡拳还没来得及做出反目 君万劫便以挥刀向他弹 鸡拳被迫只能选择还击 手中光芒闪烁间直逼君万劫下来 待到君万劫躲避开攻击又成音出声 我说哥们你是真搞不清楚状况了 在秘藏里到处充满着毒物 即便是你也要用出三层功力才可以 而拥有圣人王手骨的我却可以完全隔绝毒物侵蚀 所以你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生存 我本不愿得罪君家 你走吧我不杀你 没想到此话一出反而激怒了君万劫 开始不顾一切奋力出击 惹得鸡拳也忍不住内心生起一丝愤怒 王道之拳怒吓出声 带着剧烈的能量波动直奔君万劫而去 双方攻击一正面对抛 道驾声瞬间传遍了整座至尊密藏 而相比于犹如武痴开始邪笑出声的君万劫 此刻鸡拳却心头一紧咬牙暗骂了一声 因为他看见了身前被炸碎的诡异符文后面 竟然爬出了像似丧尸一般的恐怖怪物 眼看着怪物静止朝着自己走来 君万劫却根本没在怕 赞身来到怪物身前对着脑袋就是一道 带到烟雾散去 君万劫感受着手臂传来的阵痛 这才震惊发现 面对他的权力一击那怪物竟然毫发畏水 反观怪物受到攻击后手臂缓慢扬起劲 以雷霆之势对着君万劫就是一击力的危机 剧烈的疼痛让君万劫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体不受控制地撞下脚 立方摆向了下 这时身旁的鸡拳看向怪物开始沉思 想来这邪物似乎不会主动攻击闯入者 随即便放下狠话转身 向着密藏伸处走去 加油啊君兄 如果你能在这怪物的手里躲下去 我鸡拳便答应再和你鄙视一场生死独虑 是神龙以一体一百彰显英雄的词 致命丧尸从出不穷捍卫的一步 君杖剑还以为最后一朵丧尸已经被他解除 可仅仅是这一刻的放松警惕 换来的却是背后一阵凉风起来 根本做不出任何防御死亡的气息被瞬间放 然而那两头丧尸竟突然停下了动作僵立在眠 伴随着一头头冰雕出现 视野中的那道窑窍身影正是精通冰雪之力 红为君家序列君杖剑的足解君雪皇 而面对着君杖剑惊讶的目光 君雪皇先是询问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随后又表示之所以会出现在此正是神子的未雨绸缪 并且他已经用预检传音通知了君逍遥 而在公子来到这里之前 这里的麻烦还需要我们顶住 画面展到天元至尊密藏通道深处 君逍遥刚一到达入口洁净 手中的天元至尊令便有了反应 将小姨的令牌一起拿出 手掌接触结界的一刹那 几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唯独留下了没有令牌的九头狮子暗自骂鸟 当几人再次睁开双眼时 就被面前的震撼一幕惊呆了 只见一座硕大红尾的石碑赫然出现在眼前 为遇外敌八百二郎克死他乡 无心碑之简骑师补愿后人静止 看着石碑上的描述君逍遥这场广的大王 想来不远处正和军杖剑他们交手 应该就是被天元至尊埋葬在此八百元时 然而此刻军杖剑和君雪皇面对的情况不容论 因为即便是两人可以击败丧尸 但却奈何不了一直持续不断数量倍增的丧尸攻击 而专门用来逃跑的大摩衣服在秘境深处也失去了座 所以两人只能选择继续战斗 希望可以撑到神子赶来相救 这是一道金光骤然乍现 瞬间将双方战场分离而开 来人正是君家零号序列神子君逍遥 你们都给我助手 暂且退下这里就交给我来应付 都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君妖子手中浮现三面小旗 撒向地面的一刹那 一道光圈瞬间扩散将几人重重包裹 感受体内灵力复苏君血黄这才后知后觉 此阵应该是可以隔绝气息又能恢复灵力的三才所影阵 这时张家圣语也出现在了两人身后 手中闪烁着满洋洋的光芒 放在君仗剑头上便开始为他疗伤 反观君仗剑面色凝重地看向前方 目光所致正是在丧尸群中不断游走的君逍遥 看出君仗剑一脸疑惑将圣衣这才小孔威章 表示你们进来的时候没注意到门口的石碑吗 上面描述的这些丧尸其实都是天元至尊的袍子 为了抵御外敌而死的意识 而逍遥此刻显然是在观察他们身上的魂魄 是否还被囚禁在身上 而事实果然如他所调 没过多久君逍遥就探查出了他们的魂魄 还被囚禁在这些古石的身体 但即使几百年都不得安息 他们也不愿主攻伤人 也正是因此君仗剑才能活下来 说完神子就要向君仗剑借剑一用 只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拿到剑里一刹了 君逍遥竟然直接对着自己的手砍了下去 惹得雪黄和杖剑就要上前查看 却因君万劫的一句话停下了脚 别着急 好好看看这个让我们屈尊追随的到底是个怎样了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手臂向下挥舞剑 鲜血洒向地面的同时竟然形成了火焰开始燃烧 荒谷圣体制刚制阳万邪不清 来吧将士们 我来当你们的对手 听着君逍遥的话丧师们似乎仍不愿出手伤人 但因为抑制不住体内的邪气 只能跟随本能月向空中准备群起而攻之 而这正是君逍遥想要看到 猎叶一剑夹杂着猛烈气息骤然挥响 荒谷圣体 滴血为言 猎叶席卷瞬间将所有丧尸全部包裹 紧接着就看丧尸的躯体开始不断碎裂 下一秒竟直接爆裂消散在里面 目光向上偏移 众人这才惊奇地发现 君逍遥一剑之危 竟把所有将士们的灵魂解救 看着飞升去往虚无的灵魂体 没让逍遥忍不住夸出 慷慨一世后人自当心怀敬重 说完便在灵魂体的素食下 附身行李屈尊公送 身后的几人健壮也紧忙低下来 然而大家没料到的是 猥手的灵魂体似乎确认神异一样 并没有着急飞升而是落下了地面 紧接着便在君逍遥的震惊中 一把宝剑就被灵魂体拿了出来 而宝剑正是天元至尊留给有缘人的传承 当君逍遥手握宝剑的一刹那 久违的系统声音终于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成功迁到天元至尊密藏 获得五星奖励元皇道剑 皇道剑号称是和君家路先剑绝并存的五大神爵之一 其本质却是以剑为谋 以群星之力于虚空中锻造的秩序神练 其印记落于石海神宫之中 这便是天元至尊留给后人的最后传承 漫天星魂星火相传 我君逍遥在此立誓此生绝不负元皇道剑威名 而在君逍遥接受传承的同时秘境外已经乱成了一本 原来是因为异域独物隔绝了关天境的关子 以至于守护在秘境外的各族长老都成了睁眼下 只能暗自祈祷自家天才可以化险唯一夺得最终密藏剑 与此同时在秘境内的最深处 鸡旋跨过了尖南险祖 终于抵达了天元至尊密藏最大机元之地 可就在他刚降落在塔门口 还没来得及多想一阵剑风袭来 犹如狗屁膏药一样的军杖剑便映入了鸡旋眼中 之前好像有人大言不惭说我们活下来就和我比一场 这次可不要再逃了 鸡旋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鸡旋一阵太息无语 不想因此得罪军家的他只能再次舍入 都说了在秘境中你打不过 为何非要死缠烂打 没想到发音刚落伴着军逍遥的身影出现一道笑声 鸡兄你不必担心 我稍微用了点手段 现在杖剑族兄已经不会被毒物引起 不知鸡兄可否兑现承诺和我族兄再战一场 然而听完军逍遥的话鸡旋却忍不住开始吵吵 怎么 难道我不答应这场比试你们军家还要群起而攻之吗 这话逗得军逍遥笑容更甚 扬言人人都知道你人称圣人王 全是一块圣人王手骨引以为傲 而我身怀的却是至尊 若我想对你动手你认为你还能活着走出这里 鸡旋也明白军逍遥所言非虚 因此也只能隐忍不乏 洒脱的大笑了一下 紧接着目光突然汇聚 手掌凝聚出光芒的同时 平力爆发瞬间将军杖剑弹开 既然如此 杖剑凶 请指教 早该如此 默默唧唧的算什么男人 话应当恶两个攻击骤然交换 鸡旋手掌向后蓄力 圣人手骨力量爆发对着军杖剑就是一举 反观军杖剑不过攻击也不甘示录 一剑反击挥出 一击之力甚至将大地都拼成了两 鸡旋剑状也明白了与其和军杖剑纠缠不休 不如一招定胜伏 随即意念有动间 周身开始扩散金黄色灵力波动 咒语念完一招灭生拳直奔军杖剑的面门而去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军杖剑不仅没懂法 而选择了正面硬朗 因为此刻在军杖剑心中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好久 即使比武生死犹命 过不了这一招我宁愿被小红碎片 黄剑决第十三世 明化开天 千汉宁 明化开天 无敌的一招 伴着身前宝塔晃 左链碎裂的一刹那 军杖剑被震得倒飞而出 气息尾离间看向目标 才发现他的致命一击只是刺穿了鸡旋的肩膜 反观鸡旋甚至连大气都没穿下 目光如炬看向军杖剑询问他还打 前所未有的挫败感让军杖剑不免发出一声长叹 看到军逍遥落于身旁 他本想向神子告罪自己辜负而期望 不料却被军逍遥突然打断 鸡兄可否问一句 你身后的那座塔里到底有什么 上面的铁锁从刚才就一直在崩断是不是不太妙了 话音当落鸡旋面色骤然紧崩 他怎么会不知道那可是天元至尊为自己设下的81道角色 就凭当当两人仅是神乔径的对碰 怎么可能对铁锁造成祸害 而且向着自己而来的这些诡异能量链条又是什么 然而此刻跟着龙步的他多想 剑客之间锁链影尽数锻炼 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瞬间降临 剑撞军逍遥紧忙拖着军杖剑逃离原地 大叫着让所有人后退的同时 一道人影浮现在视野狼区 军逍遥便已知晓那最终BOSS他终于来了 随着那道身影缓慢露出真容 让众人惊恐的同时又忍不住开始猜测 难道他就是天元至尊 随后让大家更想不到的是人影仅仅一个眼神 无形威压瞬间扩散而开 让众人仿佛心跳都要停止一般动弹步 感受着这股极端恐怖的气势军逍遥 却突然发出邪笑 因为天元至尊也让他想起了 自己曾首次的幽容至尊 从场面上来看 两者的实力差距也相差得太不巨大 这时只见天元至尊大手一张 从头犀利的作用对象直指鸡旋短尊 鸡旋脑筋飞快旋转这才后制后阻 天元至尊只攻击他的理由 很可能就是因为那没骨骗 也正是因为他 天元至尊还被激活破剑而出 然而天元至尊却没想那么多手掌 无猎声传出眼看着鸡旋就要命扫黄雪 一道金光闪现而出 直接将束缚在鸡旋身上的门亮链条基础 让鸡旋想不到的是 不守相救之人正是军家神子军逍遥 攻击受阻一丝怒意浮现在脸上的一刹 天元至尊目标转移以迅为之势风声骤起 对着军逍遥的面门就是一句 武功瓦解瞬间炸裂成 一步陷入了一阵子的机制 知道修炼对于一个拥有逆天外挂的天才而言意味着什么 就像小时候的军逍遥看着喜欢吃的蛋糕却没钱买 于是他便为了蛋糕拼命赚钱 直到拥有了可以买下无数个蛋糕的实力 第一次品尝美味让军逍遥兴起落魄 可久而久之每天都能吃到蛋糕 以至于看到他都想吃 而修炼对于现在的军逍遥而言甚至比喝水还简单 剧烈的爆炸声响都带着有秘境 军家序列们想要出手帮忙 却发现这场至尊级别的战斗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插上 金色光芒似意扩散环绕周身 军逍遥气息全开目标直指天元至尊 不曾想换来的却是轻蔑一笑 逍遥闪身来到身旁 对着天元至尊就是一拳 反观天元至尊目光汇聚 瞬间发出一记冲拳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繁蜀直拳再次轰出命中天元至尊 再到双方对轰剑系军逍遥已经摸出了天元至尊底细 从权力上来看他的实力可能只是发挥出了巅峰期的一程 而且还是仅凭肉体战斗 随即一个想法便出现在了军逍遥脑海中 那就是以肉体对战肉体 想来只有这样才能真的找回自己曾经向往的感觉 因为自从小时候获得了神级外挂之后 军逍遥便过上了被外挂操控的生活 这样不仅是对他前世努力修炼的调整 更是让他一度对修炼厌恶生出了百满的态度 直到军逍遥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人全是分子 强大的人可以随便杀戮 随后强大的人还会被他更强大的肆意领语 而只要你足够强大就可以无视一切什么 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像极了一群披着人皮的眼神 而一旦想通了这一点 军逍遥这才明白系统金手指的意义对于他来说究竟是 那便是让他拥有足够的实力来构造新的秩序重塑文明 让每个小孩都能吃上蛋糕才是他想要修炼下去的目标 双拳对接气流瞬间炸开 天元至尊被轰退的同时 军逍遥目光突然聚焦在了天元至尊的身上 他知道不论是秘境入口处的石灰 还是刚刚那飘散在漫天星空里的英魂 又或者是用八十一道锁链锁住自己的情怀 无论从哪一点来看 天元至尊都是他值得尊敬的人 而英雄就不应该沦落到这样的结局 所以自己必须解救他 所以当军逍遥再次面对天元至尊迎面前 一张极度恐怖的脸 和一双金色脸 便骤然出现在大脸 双胶决战此境之巅 军家神子彰显霸气奔送 军逍遥迎面一击正中目标 天元至尊毫无巨色手中犀利瞬间暴风 扯出千斤巨石大力甩出 军销摇闪躲藤罗的同时 巨石冲击境意外改变了方向直奔江圣一而去 健壮君万杰只能硬着头皮闪现到前方 然而即便是他出手就使出了绝学芭蕾镜 不通想还是被那巨大的力量震的口徒鲜血 用尽全身力气这才击碎了巨石化解危机 与此同时位于战场的正下方 其他的秘境探险者正讨论着如何分配这堵幽灵灵花 这时伴着大地突然开始挣挣 紧接着一道倒碎猎声便自头顶传出 下一秒无数块巨石直接崩裂四散 那极端恐怖的千斤巨石让众多探险者没有丝毫留 纷纷都选择祭出大摩衣服传送回到了地域 眼看着君逍遥和天元至尊交战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 如此下去别说是至尊密藏里的宝贝 不用多久这里的人都会被埋在此处给天元至尊陪葬 只见鸡拳先是咬了咬牙 随即又略显无奈地叹了口气 双手开始还于胸前 紧接着一道道能量链条便自周身扩散开 伴着一块透明晶体缓慢浮现 将圣一和军万劫也都纷纷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们已经认出了此物正是蕴含生死之力的至宝轮回到京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双方经过再次序列 又一次上演了惊天对抗 而随着两人双眼怒争的同时 鸡拳竟然以一己之力接住了两人的攻击将战场分割而开 眼看着鸡拳因为承受攻击蹊跷流血 一道怒吼声传出直接让君逍遥愣在了原地 君逍遥你清醒点 回头看看你们的族人 这里只有你们和天元至尊抗议 你若继续执迷不误所有人都会死在这 话音刚落天元至尊皱了皱眉 一拳直接轰在了鸡拳身上 至尊之力倾泻而出将鸡拳瞬间砸进了地面 只留下了一具不知死活的躯体 可天元至尊还没来得及得意 金光缓过双毛 君逍遥的兵伐爵已经将其全身笼罩 经过鸡拳的呐喊他也鸣污了起 意识到了面前和他战斗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天元至尊 只是一尊被抑郁妄念驱使的功能 紧接着就看天元至尊呈现出震撼的 原皇道剑赫然出现在了君逍遥被火 十岁少年火拼百岁至尊 为官长辈本想出手相助 不料是受到天降金为子 我君家神子玩的就是越级挑战 奉劝各位闲杂人等不要多管闲事 而等速速滚开 就凌方浪 随着君逍遥身后的原皇道剑缓慢浮现 一股熟悉的味道瞬间充斥了天元至尊整份脑海 只见他单手向前抚摸虚空 紧接着突然将手臂抬起指向天空 下一秒一柄幽蓝色的原皇道剑竟也出现 淡了天元至尊身后 随即双方不再犹豫 四刀剑红火拼正式开始 与此攻时位于至尊密藏的入口部 人们还在奋力清理着坍塌的事故 这时地面开始不断晃步 一道爆炸声传出的同时 里面逃出的人纷纷开始祈祷上天 通过询问这些秘境幸存者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整座天元至尊密藏的内部已经塌了 听到这里还没等秘境外守候的各大势力长老出手探索 就看坍塌之处光芒浮现 下一秒数道恐怖冲击波直接射向天际 紧接着君逍遥和天元至尊的身影 便映入了长老的立影 而位于战场中心的两人 似乎根本没有在意外面 双方攻击再次对抗 仅仅是过了几秒 两人交手的回活数便已达到了5次 当人们的视线偏移看向一旁时 这才发现深坑里面还有着一些幸存者 但一想到仅仅10岁的君逍遥 竟然敢不自面对天元至尊的怒 各大长老正要准备出手相索 一道经为伴 一丝情声突然响彻天空 落下的瞬间直接将中长老和战场一分为二 这时其他家族的长老不约而同的 都把目光看向了君家长老 大家不用白费力气 出手之人正是逍遥小子的护道人 他在警告我们不要多管闲事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此刻君逍遥全身散发着金色光芒 正加速冲向天元至尊 伴着君逍遥身后数以万计的虚无人意浮现空中 让在场所有认出招式的人都瞬间张大了嘴巴目的脑袋 圣体一想 万圣逃败 此刻天元至尊面对如此攻击已经该立在了林地 眨眼跟君逍遥的终极一击便刺穿了他的身躯 双方在半空中同时将立了片刻 天元至尊率先回头间一道道裂痕 同时开始浮现在的身上 后生 你到底是何人 黄州军家 君逍遥 听到这里一股股记忆碎片 开始不断涌入进天元至尊毛 最终汇聚成了一个像极了君逍遥的故人 他在抑郁黑暗源头孤身一人不断望 荒天地 与散去 大战落幕 落败的天元至尊掏出终极宝藏看向君逍遥 他从逍遥身上看见了自己的传场 也就代表着他曾经那些与其并肩作战的兄弟 英灵全部得到了解放 答着 这是你应得的 这盒子里面有一半 剩下的一半在下解 上面的玉佩是本尊与道吕的性命 你若有心就帮我照顾一下他的家族 话音刚落指见天元至尊的身躯开始不断碎裂 某一刻他的双眼却突然怒睁 因为他的前方出现了那道让他记挂千年的身影 那无比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感觉 让天元至尊忍不住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手掌抬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着女人伸去 却又在最后一刻彻底拓裂消散在了宫中 逍遥明白这一切都是天元至尊的想象 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要是可以如此该多么美好 前辈您一路走好 数日后位于天南城内 君逍遥大战天元至尊的事迹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 人们都在称赞君家神子的天神表现 可唯独一人却气得咬牙切齿 他就是青龙谷国大皇子萧臣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变强无法迎娶明月公主 让盘武神朝作为他的靠山 那么他这一辈子就会让人踩在脚下勇士不得翻身 老祖沉吟了片刻忠实叹了口气 表示传给他的青天化龙爵乃是自己在一处古巢穴秘境中活 但同时那里也封印着一个祖龙朝的古代怪胎 那家伙身上必定流淌着苍龙一族的至尊之心 如果可以想办法获取定可以让青天化龙爵大成 但要是因此惊动了那位怪胎 恐怕不仅是你 甚至整个仙玉到时候都要遭殃 画面转让仙玉江家 江圣一目视前方看似平静的表面内心却早已波涛汹涌 虽然此次他和君逍遥同行勇闯至尊密藏 但他却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君逍遥 且不说最后的天元至尊 就算路上遇见的鸡犬小龙女甚至是那九头狮子 他都没有把握能活着走出来 这时江家长老突然出现在了身后 表示千万不要因此而到心受损 要知道不是谁都像君逍遥那般变态 可以和真正的至尊相抗衡甚至还赢了 这天下想来目前也只有他君逍遥可以做到 随后看见江圣一面色回暖又化风一准 表示洛梨和君家小子的婚事你要再上一些心 你也看到了如此天才江家和他交好肯定是百劣而无遗害 可只有江圣一清楚地知道 他那妹妹江洛梨和君逍遥简直就是一对冤家 而他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两人见面不打架就算稍高相容 是姬士林 沐浴在阳光下疗伤的那个少年 正是从至尊密藏回来的姬家小圣人姬选 这时一道慵懒的声音突然自头顶散出 目光直射在姬璇的圣人手骨上 姬小圣你的手怎么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着实吓了姬璇一跳 但更震惊的是以他的实力竟然对女孩的道来毫无察觉 姬青一来到姬璇身边查看了他的伤势 轻声询问为何如此 随后听完姬璇的回忆这才若有所思的摸摸摸下来 君逍遥竟然以神侨境的实力击败了至尊强者 还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反观姬璇显然也是被君逍遥的实力所征服 但姬青一却又当着他的面表示 有机会一定要去拜会一下君家神子 毕竟是人家救了你嘛 画面走到黄州天地宫内 君逍遥深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双眼瞬间泛起光芒 双手何时祈祷着开箱的那一刻会给他一个惊喜 然而不出意外的果然发生了意外 打开宝箱的一刹那他便直接愣在了原地 不久后位于君家的炎武场上 君家第十序列军杖剑 第五序列军万劫 第七序列军雪皇 让大家更为惊讶的是 就连神子身边的红人君灵龙也出现在了炎武场上 这些平时都很难见到的大人物 不免让大家开始不乱猜测起来 应该没啥情况吧 毕竟是我把他们叫过来的仅此而已 话音刚落人们这才认出说话之人 正是神子君逍遥 走近几人逍遥一边夸着大家来的都挺准时 一边看向了一脸疑惑的众物 表示不要紧张叫你们来是有好事发生 说完便扔给了几人一人一个警告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远古龙骨 然而感恩的话都到了嘴边 却又被君逍遥白手掖了回去 一人一句龙骨你们练化他需要多长时间 听到问话大家都不敢率先发言 唯独愣种君万劫如是回答了问题 少则三月多则数年 这时只见逍遥突然竖起了意志 我只给你们一年时间练化龙骨突破至归意境 然后回到这里 到那时如果接不住我一拳的话可就要挨揍 听到这里一阵冷风突然吹向了几人的天灵带 紧接着大家都选择赶紧转身离开回去早早练化龙骨 唯独君灵龙看出了什么面向君逍遥 公子 你开宝箱是不是开出了什么好东西 否则你怎么会把这些珍贵的龙骨都拿出来送人 哎呦喂 还是小灵子你懂我呀 开出来的宝贝暂时需要保密 到时候你们自然就会知道 这时画风一转君逍遥又询问了玲珑 君家仓库里是否有仙缘存放 有是有 但据我所知即便是君家 因为仙缘稀缺也没有多少库存 但想来过了今天就会彻底没有了吧 这老头闭关不修炼算了三十年挂 今天终于挂象出城 老祖自信宣言自己已经窥探到未来意见 速将此预言告知所有祖龙朝族人 那便宇荒龙出世 祖龙当心 另外一边位于朱雀谷国内 玉儿公主听说消息后差点笑掉了大雅 殊不知这祖龙朝才刚在天原至尊密藏 蛇了一位天才龙女 如今又夸下如此害恐 还真是罚众取仇 话音刚落手间他手中朱雀 骤然升起 蹦发出的一叉 所到之处摧枯拉绳 直到将镜头的巨石击穿这塔消失代价 身旁丫鬟见到公鸡落幕兴奋的大叫出声 恭喜殿下 您的修为终于突破到归翼境 可拜玉儿心里却清楚得很 想来要不是逍遥公子赠送给她的同气 全凭自己短时间内肯定无法突破境界 这时丫鬟看到公主疑惑的眼神后立刻捆起手 表示前线来报 青龙谷国已经和白虎玄武两大谷国宣战 由于四项谷国几百年的平衡突然被打 玉儿公主难免开始怀疑起了青龙谷国背后可能有推手 而事实果然如她所料 据前线报道 青龙谷国的队伍里确实有一些不知来路的神秘高手 一旦两大谷国被灭朱雀博定然也不会善罪 父亲闭关他更不能在此关头优柔鬼 想到这里拜玉儿直接命令丫鬟立刻召集几位将军 参议与白虎玄武两国联手对抗青龙谷国事宜 带到丫鬟退下前去宣执 为了保险起见他犹豫了骗口 终究还是拿出了一只玉剪准备尝试一下 成功与否就看天一板 画面转到天地宫内 此刻君玲珑的脑袋明显要比平时大了一整圈 因为神子即将闭关心生烦躁已经和他唠叨一上午 其中的重点就是希望他闭关之前 玲珑可以为他做出一些美食出来安慰自己 可君逍遥嘴里的那些菜品君玲珑压根听都没听过 而看到神子那极度气盼又可怜的表情后 君玲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逍遥的请求 但让君逍遥万万没想到 这种过程有一些曲折 但菜品终究是没辜负期望做了出来 这时就在君玲珑拿着菜品准备给神子品尝试 拜月儿的传音突然响起让他脚下一滑 佳瑶全部打翻在了地上这才听清 帮帮我 玲珑的梦 青龙古国发疯了到处发动战争 我知道了 我说你这个拴神偏偏要这个时候来语音吗 经叱咤风云的白虎皇朝 如云却被敌对势力轻易破门而入 即使这里齐聚了三国元首 听到前方逐渐逼近的脚步声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转向 原因正是青龙王身后的这批拥有恐怖实力的黑衣人 此刻青龙国主的笑声仿佛刀子一般直插人心 但同为圣人境界的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 却只能选择忍气吞圣 因为青龙国主背后的那些黑衣人 在交战的几天里所展现出的实力让他们都心生畏惧 敢怒不敢言在两人身上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在听到青龙国主的虚假寒暄后 白虎国主直接打断了他的王 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不用在这里虚心假意 然而青龙国主口中的公子 却让两人一脸问号蒙了拳 没错 我们公子吩咐只要诸位愿意举国臣子 并交出你们手中的罗盘碎品 就可给你们一条生路 然而此话一出还没等他们愤难 一道怒吼声突然响起 朱雀之子生于烈火死于飞燕 我绝不会坐而等走狗的目的 朱雀国大将军赤日出手 就是杀招直奔青龙国主的去 这时只见对面围首的黑衣人微微一笑 以薛雷之势一拳瞬间轰出 精准命中目标之后 根本没给赤日反应的机会 力量汇聚在一处 下一秒直接生生将赤日人手分离撕成了碎片 眼看着惨案就发生在眼前 白虎玄武两国主这下也没了刚刚的气势变得微靡起来 怎么样老兄弟们 你们也要和他一样死于飞燕 还是选择另一条路的 花妙的青龙谷国简直气人太甚 朱雀公主听到消息后 气得一拳砸碎了桌子 但同时她也很清楚 自己在怎么发火都无济于事 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搞清楚 青龙谷国背后的势力到底是哪里 这时她受伤的手突然被托起 这点小伤不用处理 一会她自己就痊愈了 玲璐你怎么在这里 你在惊讶什么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话音刚落就看白虞儿 兴奋地直接抱住了军林 紧接着忍不住又向她后面看了 随即两人回头间 军杖剑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视影中 听说军杖剑乃是追随神子的军家蓄力 白虞儿双眼都开始泛起光芒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在这里看到了杖剑公主 就代表神子肯定已经决定帮助朱雀国住本难关了 画面转到青龙谷国中央大殿上 一阵歌舞声停过后 青龙国主恭敬地呈上了脸 只见沙莲后的身影笑了笑 手中吸力突然暴增 下一秒两块螺盘碎片便飞到了她的面前 很好 国主你果然没让本侯爷失望 接下来就剩下朱雀谷国那一块 这个国家的王 却甘心给一个孩子当了走狗 听说朱雀谷国背后有军家神子的庇佑 自称是侯爷的孩子更是语出惊人 扬言如果君逍遥赶快她的好事 到时候也不介意让军家断侯 现在最重要的是立刻集结军队 尽快将朱雀谷国攻占 并顺利夺回最后一块螺盘铲片 还有听说朱雀谷国的皇女天赋一顶颇有姿色 那就将她也顺路和碎片一同带回来 让本侯爷也尝尝公主的滋味 几天后位于朱雀谷国最后的屏障难民关下 此时的关外早已一片狼藉 朱雀国公主殿下拜玉儿全副武装面向前方 面对君灵龙的关切询问 皇女也要亲自上战场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朱雀国王正在闭关 他只能肩负起重担 并吩咐一旦开打君灵龙就可以先行撤退 此刻君灵龙还想做出最后的挽救 要让拜玉儿跟随她回军家 等神子出关再来报仇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拜玉儿的轻轻一笑 我是皇女城破极伯破 谁都可以走唯独我不能走 朱雀之子生于烈火也当死于飞燕 我已命人将城中的老弱病残安置到了统一地点 只盼将来神子如果可以伸出援手 将他们妥善安置就万分感谢了 眼看着拜玉儿誓死如归的态度 君灵龙也不好再继续劝说 能做到的只是在灵别之前 愿她可以活下去 这样将来两人殿还有在见面的机会 看着闺蜜要去赴死 她却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 此刻君灵龙的心仿佛 被针刺一般却又无能为力 数日后南民关的城墙上 看到兵临城下的熟悉旗帜 让拜玉儿内心忍不住发起震惊 因为那整气华裔气势磅礴的军队 正是朱雀国昔日的盟友玄武国的玄甲军 他们的出现只能证明意 那就是玄武谷国的国王 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了 朱雀谷国的将士们听着 我乃玄武国大将军玉特 来给你们一个建议 缴械投降便可避免无辜杀戮 可拜玉儿的回复 却让玄义的内心急震动又悲哀 要战便战 我朱雀国的将士们宁可战死沙场 也不会做敌人的走狗 生于烈火死于飞燕 神火不灭朱雀不亡 这时一道传音突然传进了她的耳中 命令玄义不要再犹豫 否则就会立即将玄武国主斩杀 因此玄义只能咬了咬牙 举荐大声开始发号施令 伴着拜玉儿的小手同时举起 正是因为这个闭关两个月 出关就要惹出大洞警十二岁小孩 选天陷遇 君家神子君逍遥 一道雷鹰上 君万杰来到天地宫门前单膝跪地 和一同前来的君雪皇一起恭贺神子出关 看了半天没看到君玲龙的身影 一番询问这才知晓 青龙谷国和朱雀谷国之事 一股恐怖的威压突然降临 君万杰内心震战的同时忍不住发出感叹 难道神子又突破境界了 然而还没容得她多想 只见君逍遥双手和时间 一块虎符令牌便出现在了手中 将其一分为二后分别交给了两人 命令他们拿着虎符立刻调集 风陵火山四位队各一万人 开拔去四项古博 我倒要看看 是谁那么大胆 感动我君逍遥的人 时间渐来到傍晚时分 看着手中那块陌生而又沉重的君交虎符 即便两人身为君家序列 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家族里的清军 在年轻一辈里恐怕也只有神子 还可以直接调动家族军队 要知道四位队分为封颖位 御灵位 火旗位和山神位 其中就算是最弱的战士 都有涅槃境的实力 风天境以及神火境的强者 更是数不胜数 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君逍遥竟然就这么轻易地 把这些高手的指挥权交给她 这时听着君万杰叙述君雪皇 突然发起反论 让她说说看自己眼里的神子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她很奇怪 我是指她的思考方式 而且她的行为逻辑 就不像是九天仙玉的人 她没有仙玉之人 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慢 比起修士她更像是下界的凡人 说完君万杰 突然想到了什么 看向君雪皇 而君雪皇却没有理会她的目光 只是看向前方的同时 微微笑出了声 画面来到君家后殿 位于爷爷的寝宫内 看到爷爷正在明晰打坐 君逍遥捏手捏脚地来到身前 竟然直接给族长爷爷带了个蝴蝶结 不出意外地 果然挨了顿爱心小圈圈 然而听说君逍遥调动了君家卫队 爷爷竟然鼓励她放手去坐 随即又转头看向逍遥 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用装可怜你什么德性我还不知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主 可就在爷孙俩嬉戏打闹时 爷爷就已经看出了逍遥身上的不同之处 有些甚至连她一时间也看不出端倪 然而还没等爷爷仔细查看 君逍遥便又给她来了个意外震惊 在逍遥拿出一枚古老牌子 询问爷爷爷此为何物时 吓得爷爷差点喊出了声 听闻此物乃是逍遥在天原至尊密藏内所过 爷爷这才后知后觉想着 此物难道是天原至尊从异域带火 想到这里爷爷突然震惊起来 看向逍遥询问她 你可听说过仙玉七大不可思议都是什么吗 她的青铜残片 竟然牵扯出了荒天仙玉七大不可思议 开往王拳的星空鬼床 手持绣剑的断手剑壳 以及埋葬无数至尊强者的青铜仙殿 而君逍遥手中的青铜残片 正是青铜仙殿里的场 看到若有所思的君逍遥 爷爷紧忙提醒她 不要动青铜仙殿的心思 因为以君逍遥的天赋实力 大可不必去那里冒险 只需岁月的积累成圣作祖 只是时间的问题 看着爷爷前所未有的严肃态 君逍遥本想向爷爷保证 自己不会去以身犯险 可就在这时久违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以刷新 请在青铜仙殿进行签到 惊不惊醒 意不意外 敢不敢动 这尴尬一幕不禁让君逍遥瞬间黑了脸 可喵的狗日的系统你还真是会挑手 画面转到朱雀古国战场 经过了几天几夜的凄惨战斗 朱雀古国军队除了几位将军以外 几乎已经所剩无几 而让他们更加绝望的是 青龙古国竟然还在不断向这里增援 就在大家都认为朱雀古国即将灭亡之际 位于战场中央的一道歉影忽然发出大案 紧接着就看他没心出印记开始散发无穷火 被火焰烧过的朱雀古国将士 竟然又死而复生重新站起身 投入了战斗中 朱雀神火 不死不灭 但青龙国主很快便找到了解决办法 目光所致正是朱雀古国公主殿下拜月 相信只要控制住神火的源头危机 自会迎刃而解 另外一边在青龙古国的皇都里 成功潜伏进来的军杖剑突然站在了原地 因为他看见了面前的结界 如此一来里面定然就是幕后非手的居住之所 然而就在军杖剑决定进去一盘究竟时 他才刚一触摸到结界里面的人便已发现了他的踪迹 听着黑衣人的描述 那位自称是侯爷的孩童根本没有在 一个蝗虫而已出去解决掉就可以了 此刻宫殿之外眼看着目标就在眼前 军杖剑用力间速度几乎发挥到了极致 脸神在某一时刻突然怒争 迅速向旁边挪了一个身位这才躲破的攻击 而能让他勉强接住攻击的 恐怕对方实力已经达到了空天境或者是神火境 然而此刻更为震惊的还属于非裔人本身 因为根据他的判断军杖剑应该只有归一镜的实力 但却能在躲避攻击的同时还把他背上了 挺厉害啊小子 说吧 你到底是谁 别着急 我马上就来了 一个理应受万人敬仰的强者 如今却被一个孩童当面嘲讽 不仅硬扛了他的权力一击 而且还挡住了他赖以生存的绝学招式 鲜血迸发而出军杖剑竟不怒反向 浩阳指 你是盘武神朝的人 身份被当面揭穿 黑衣人震惊的同时忍不住发起询问 你小子到底是谁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军杖剑大笑出手 连嘴唇惹的是谁都不知道也敢随便出手 朱雀谷国乃我军家逍遥公子麾下 寒武神朝是要与我军家为敌吗 当黑衣人听到军家两个字后 他已经动了 急速转身到军杖剑身后出手就是杀招 一击刺穿胸膛这才松了口气 因为这里的消息 他是不可能允许军杖剑带回去的 可就当军杖剑受到致命伤害应声倒地 黑衣人的双眼突然怒争 只见军杖剑嘴角略微上扬 紧接着他的躯体便化作了万千碎片消散在空中 直到此刻黑衣人才意识到被他击杀的人仅仅是纷身 根本来不及多想紧忙顺移离开 要把此事尽快告知侯爷才好 而当黑衣人离开不久后 军杖剑本体再次出现在了原地 寒武神朝遮遮掩掩的行迹让他也对此很困难 而在进入皇城时军杖剑便凝聚出了七具分身在皇城里随意乱走 其中一具在刚进入结界时便发现了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冲天而起 简直就像是故意释放气息给大家看的 想到这里军杖剑决定不再犹豫 直接朝着气息释放所在地及时而去 画面转到朱雀谷国战场中央 伴随着虚无中一只手骤然紧握 一股强大的气流瞬间爆发将败玉尔囚禁于空中 让他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目标看向施展攻击的人也 败玉尔咬了咬牙身体便开始散发无穷烈焰 然而这一切在青龙国主眼里也仅仅属于垂死争扎 小丫头还挺烫生 要不是侯爷点名要你去当事前 我真想立刻杀了你 眼看着皇女殿下蒙羞 朱雀谷国所剩无几的将士们还想群起而攻之 奈何实力差距过于巨大 青龙国主只是一个眼神威压 便将众人一击抹杀 随后又笑了笑看向败玉尔 表示如今你已经被我囚禁 你口中的神火不灭朱雀 不枉此刻也该是时候结束了 这时就在败玉尔准备以身殉国之计 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降临 那无比熟悉的气息让青龙国主也未知一论 反观败玉尔却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因为从烈焰中出关的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父亲朱雀谷国皇帝必行